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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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宗派都得修禅定 没有一个宗派是不可以不修的 禅定不是禅宗 念佛要不要禅定 就是在最后是不提到禅定这件事情的没有 如果他跟你说不用 是可以不用借由打坐的形式正到禅定 你可以啊 是不是因为禅不规定说一定要坐啊 行住坐卧都有三昧存在啊 所以你可以不用一定得非得透过盘腿啊打坐啊呼吸 可以不用 很多人在佛陆那个时代一听法听法听一听他就入三昧了啊也可以啊 所以说禅定啊不限制你一定要打坐也不限制你用什么形式 但是为什么大家一听到禅修一听到禅定第一个想法浮现的是什么 一定是打坐那个样子嘛 为什么 因为行住坐卧当中以坐禅是最容易设心的方法 坐禅是最容易设心的方法 所以呢才跟大家如果说对刚开始接触禅修法门的话 都会推荐大家是用禅坐的方式 包含你看我们都是每年都有准备 跟大家就是推广禅七啊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只有禅宗才限定 而忽视了不来学习 那是一个非常傻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 代表说你对佛法真的不够深刻不够了解 那很可惜 但是这个禅定的道理它的一个来由 它的一个里面的来龙去脉 如果这个原理不懂 每一件事情都有原理嘛对不对 就是大家可以透过某一方面的学习 可能会知道这个飞机要怎么做啊对不对 你甚至这个网路时代很便利嘛 你都能知道很多事情 包含自己要修个热水器啊换个电池啊 大家都知道原理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禅定它也有它的原理 而不是玄啊 不是说每次佛法到这一种阶段的课题的时候 都是很玄的 不可说不可说佛约不可说 那你这样子学佛是不对的你知道吗 你如果要讲说佛约不可说不可说 那你连这个不可说都不应该说啊对不对 你说这个目的是要让人家怎样 你看其实你的心是不对的齁 你的心是不对你只是在 其实它是一种勾引人的方式啊 要让人家对你有兴趣说 哎呀不可说不可说 那师父你就说你就说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你其实只是在引起一种特别的注意力 其实佛陀每次出现出现什么 其实佛陀他每次都会用这一招 你看佛陀他不是常常在那里就这样 就入定然后就产生三昧 然后怎样就会出现光明 出现一些不可思议境界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怎样 这个时候摄利佛他就看到了啊 其实其实他就看到了说佛陀现不可思议 一定是有大因缘 然后他就会来问说佛陀是以什么因缘 可以赠得这样子殊胜的三昧 然后佛陀就说 哦这个三昧啊真的是啊 甚深难解不可说不可说啊 众生不幸的话呢会怎样 会失去信心啊会生大毁谤啊 然后那个摄利佛就会说 哎呀佛陀你不用担心啊 我们这些人啊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啊善根深重啊 都已经准备聆听佛陀你的开示 你啊一定啊不要舍弃对每一个众生的慈悲啊 你要慈悲说啊 而且怎样 我们啊现在啊因为众生的善根 所以怎样 因为我们都听了都听了进去 那未来还是会有像我们一样怎样 有有发善心有发善念哦 需要可求佛法的你一定要慈悲为后代的众生 后世众生哦要说要说这样子 所以其实其实没有那么悬没有那么悬 只是说这佛陀啊他要让人对什么 其实佛陀的法哦大家如果有去学维世的话哦 其实江湖一点觉哦就是佛陀的法并没有很很什么什么 并没有说哦他是真的是很很很厉害还是怎样 江湖一点觉佛陀法他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他本身很厉害这件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学到 他很厉害其实呢我们常讲这个时代哦 这个时代我们如果做公司啊对不对 因为公司会赚钱不会赚钱 其实很大的关键 并不是在于产品耶 是在于什么 在于包装行销 所以佛陀他很厉害的是这个包装行销 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好棒哦 然后就怎样你就去学了这样子 当然产品本身很厉害但是怎样 再厉害的东西你如果行销的这一个管道没有做好的话 你再厉害都没有用佛法无人说说会莫人了 对不对 佛陀你看 佛陀成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耶 佛陀成道没有人知道 他在菩提坐下然后怎样就入金刚定 然后就开悟就成道了 没人知道哦 而且他很 他即将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 没人知道的话其实他要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他要做一件很可恶的事情就是 离开人间 入涅槃去 有没有很可恶你成佛了 然后不来教我们然后就自己走了 是不是 所以 这是一件如果都没有人知道的话 那就出大事情了 我们都永远就不会知道佛法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佛陀不是那一种说 自己成道了然后就到处屁说 你知道吗 我成佛了耶 赶快来拜 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 他不可能到处就是成佛了之后 然后就走到任何地方说你看成佛就是这样子 那个能看嘛对不对 所以他就 在成道之后他就想接下一步要干嘛 因为他都已经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会想说 要流通佛法吗 哎不行 我啊 历经啊 三大大真奇邪才悟到的这个道理啊 不是谁都能了解的 所以呢 众生不了解也就算了 还会怎样 会起毁谤 如果起毁谤 他就永远断绝了他 学习佛法的善根 哎呀这样不行 那与其怎样 与其让他们毁谤佛法还不如怎样 我就一走了之 让他们连毁谤的机会都没有 是不是 他就打算走了呢 是不是 那是这样子 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这个是佛教的一个秘心 就是 你以为佛陀很光明吗 其实他是要离我们而去的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大梵天王啊 他一听到 一观察这个世间 有很大的光明 怎么会有很大的光明 一去看 有人成佛了 成佛的时候 结果怎样 他一看 怎么你在想 不是要度众生的事情 是要离开人间 他吓到就赶快怎样 从犯天宫啊 就下身到人间来 然后跟佛陀说 佛陀你不可以 虽然啊 这佛法难知难解 但是我们渴求佛法 没有人告诉我们佛法 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你成佛了 我们是要听佛法的 你一定要留下来为我们说法 所以秦转法轮 所有的佛啊 秦转法轮都是谁 都是大梵天王下来秦法轮的 因为我们人啊 没有神通 怎么会知道有人成佛 对不对 只有大梵天王 他是一个最适合角色 因为他在这个初禅底下 全部都是御戒 所以下面发生什么事情 他最清楚 然后他最关心了这个人 这个御戒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下来请佛说法是一个最适合的 尤其是因为他有正道禅定了 所以他知道这一个境界是非常殊胜的 有禅定却没有开发智慧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他深深知道说 如果没有人引导我们 告诉我们说 怎样可以去开启我们本质具足的智慧的话 其实呢 没有人可以怎样 你要修到禅定是容易 你要修到变成智慧 那是有一定的困难 没有正确的观醒 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所以是这样子 那佛陀呢 才因为这样子去广度众生 所以这禅定 禅定 禅定 我们以为说每一个宗派 其实他都有一定的一个禅修方式 这不是只是独特的说什么 所以维世当中呢 他就说佛法当中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说最厉害的东西是 维世里面他讲说有一个心叫做什么 叫做圣洁 苏圣的解 苏圣解 圣解之心 这个圣解很重要 就是他 他什么 他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机制让你怎样 让你觉得 哦 这个很厉害哦 这个很苏圣哦 其实会让我们成佛 会让我们成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这一个心念 你如果不觉得殊胜 你就不会怎样 就不会想要再继续停下去 就啊 算了 每次都这样子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觉得说 哦 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得未曾有 所以佛陀他就是很厉害 就是能提起众生的这一个 这一个心念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学佛法 其实呢 就是要一直去提起这个殊胜的这一个心 包含什么 因为包含我们 你看 我们啊 有的人 每天 每天 拜拜 都不知道在拜什么 对不对 每天念经 也不知道在念什么 其实念到后来都怎样 都习惯了啊 都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 这样子的念经方式 其实很可惜 因为他怎样 他提不起你的圣解心 提不起圣解心 提不起圣解心 所以就不会称之 不会变成智慧 所以去累积那个次数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嘛 却没有在这个累积次数的这个过程当中怎样 去找到他书胜的地方 包含说 你看 你看我 我我为什么说 常常在推广这个华颜经 我们原上才愿推广是华颜经 那为什么说 你禅宗人为什么没有去推广金刚经啊 什么的 因为怎样金刚经太短了 短到怎样 短到你都不会觉得书胜了 因为怎样 因为都念到刚才背起来了嘛 所以下一句是什么都很清楚 所以那个时候就怎样 那个心病没有那么殊胜了 念一千次两千次 怎么念都怎样 都很熟了 熟到没有那个圣解心的话 很可惜喔 但是华颜经不是 你一直念念念念念 八十卷 你说要把它完全背起来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但是以我们现前的一个状态 好像又不太可能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有点熟又不太熟 对不对 然后呢 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怎样 喔 这一卷里面有这一句喔 喔 怎么那么厉害啊 是不是 其实你会怎样 处处都是桃花园那种感觉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每天在去送念的时候 都有一种期待 所以你念了 喔 三十步了 四十步 五十步了 然后念了一百步 都还觉得怎样 觉得这一本心很新 这样子 齁 其实 人就是有这样的心态 佛都很厉害 他说 其实喔 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念大步经 就这样 啊大步经当中 大步的很多啊 大大步经的很多 但是为什么会 只会推华言 而不去推其他的 因为怎样 因为华言里面很丰富 他很丰富 就是他有点像满汉全席 或百花真名这样子 所以呢 你看腻的这一种 吃腻的这一种 你还会有其他味道 譬如说 他 剥的就不一样 剥的怎么吃 都是那个味道 就都空空空空空空 就是他每一个 他虽然很很很容易 就是都在同一个 他会有很多毅力的延伸 但是呢 你吃多 你看多了 你会觉得说 大概就是怎样 他都是同类的字句 他都会同类的 只是说他 对空的那种 延伸的那种 是不同 因为以前那 念了几十卷之后 都还在 都一直在描述 那个空 甚至对那个有很多的 所以 众生可能会觉得说 你如果说 对研究经典的话 深入研究 他是很需要的 但是对长期持诵的话 对一般信众的话 他会觉得说 并没有办法怎样 像华言那么丰富的 说 他里面有很多很殊胜的 有还有讲故事啊 有干什么的 所以呢 在推广的当中呢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在选择不同的经典当中 当然有我们的一个 一个看法 一个想法 但是其实最后 我们是每一个经典都要去融通的 有因缘都要发心去去阅览 只是说在推广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一开始呢 会被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接触佛法 有的人是接触佛法很深的 很深你就会自己学习 那倒不太需要担心 但是我们应该接触的 这个方面 有的人是刚刚接触佛法 所以呢 就是在衡量的过程当中 推广这一个 幻眼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方式 没有一个经是好或是不好 是相应就好 你要知道去送辞经典 它就是一种修行三昧的方式 如果说不能在这当中去体悟到三昧的殊胜的话 那也也就是只是在那里念经而已 那很可惜 所以呢 其实自己都要去慢慢体会说什么 这个残 残波罗蜜在什么地方 要怎么去开发出来 这都是我们自己要慢慢知道的 但是所有一切佛法一定都是要基础在于三昧当中 不管你是学哪个宗派 如果说我们自己学的宗派当中 我们受课的师父 并没有跟你提到 当然你如果是刚来学佛的话 他不一定会跟你提这个三昧的境界 也不会告诉你说你要去修三昧 修禅定 他不一定会跟你提 甚至他会跟你讲说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先照着做就好了 一开始的人都是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你要先熟悉这个法门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做了一年两年三年 却还一直没有告诉你这个三昧 或者是对这里面的解释并没有很怎样 很清楚的话 就是我问大家我们修禅修法门 禅修法门他到一个程度 他会产生八处现象 然后会产生清安现象 甚至乃是会触发禅定 那请问念佛不会吗 念经不会吗 念经为什么 不会让你产生八处 为什么没有让你产生清安 那你念的经就很有问题的 你没有依照念这个经 而去入到禅定当中 就是禅修的过程 禅定的过程 必定会经过的什么 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必定会经过的就是什么 就是八处清安 这些现象 却没有因为怎样 因为你只是念经就是念经而已 没有去回光返照去深入 心是向外的 不是向内的 你没有回光返照 没有去收射 没有去所谓的什么 反文文字信 没有随文入观 所以心是向外的 你只是把它当 一个善的境界在追 这样子是人天善 这是人间善 人天善 所以你只要看清点 你自己就会去慢慢懂这个道理 但是我会跟你讲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去用功的 他是人天善 因为他是向外追 你只是修一个善法 一个善业 有一个善业 就会有一个善果 那叫功德天 但是怎样 你也会随者而来的 叫做黑暗天 功德黑暗 蒼香水族 如果不了解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的善法最终会很可惜 所以很多人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很可惜的地方是 其实以为自己在修一个旧见法门 殊胜法门 其实呢 他还是在人间道 天道 这样子循 这样子循环而已 因为你的心向外放了 眼对色耳对神 十二入 十二入 十八界 最后怎样 这都在三界之内啊 你没有出火宅啊 这个用功没有让你出出得了火宅 连火宅都出不了更不用谈说 什么 往生极乐这件事情 好 所以不管我们在修行的一个未来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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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什么 当然你会说啊 我就是想要享受人天福报来学佛法啊 那那那当然没话说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是有有一个愿力是 我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不能往生的原因 就是你还是六根向外啊 这叫出流 你如果有看《年经》 或是有看一些经典 甚至连《金刚经》都跟你讲到 为什么不能成道 为什么不能正果的原因 是不是 因为他说 因为我们心向外了嘛 叫做出流的状态 这是不能正果的 什么时候可以正果 当我们心开始叫做入流的时候 所以入流这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呢 叫做虚托还 你看《金刚经》它说 虚托还者即是入流 是不是 不入设身向未处法 世民虚托还 这是《金刚经》里面讲的道理啊 所以当我们的用功 没有到这一个功性 叫做入流的时候 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果未可成 就是修行要有成果 要有成果 人天善果还不叫修行的成果 这叫修善就行了 不用修行 修善不用修行 就能得到人天的果 这个不叫修行果 但是我们修行却得到这个果 是怎样 是恶果不是善果了 修行得的果 应该是要正道 而不是怎样 人天 它对修行来说是恶不是善 是不是 所以要清楚你修行是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前两堂课 会告诉大家十种心 心发错了就修到 对可以成道的果来讲 没有发菩提心 你修到恶果 你不是修善果 真的是相对法 这是相对的 但是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是什么 是你自己要再进一步深入 禅修的一个观念 它是遍布在佛陀的每一个经典 三昧的观念是一直都有的 却没有告诉你怎么修 而只是告诉你说你就这样子用功 这样子是寒无笼统 没有告诉大家所有的什么 全部 难道修行是只有师父才是专业吗 不是 我们都有权利去学习 在佛陀时代也有很多什么 很多居士 很多信徒 甚至外道 他来跟佛陀学法 学一学他也是能悟道 所以这佛法不是谁的专利 不是谁的专利 每一个人都能去学习佛法 都能证悟佛法 但是如果却没有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一条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推荐怎样 我们推荐就是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你通常要选择两个宗派 要选择两个宗派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教门 一个是宗门 宗门 比如说像净土宗 禅宗 律宗 密宗 这四个宗是属于实践 比较重视实践的 那教门就是天台 天台 山论 维世跟什么 华言 这四宗 那现在市面上比较推广 比较多的就是天台宗 天台宗跟韦世忠 但韦世忠其实以前推广不多 为什么 韦世忠是从民国初年 清末明初 这个时候才从日本 再把这些经典 把他再 再把他带回来的 那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是很长的一个 他是断代的 他是断代的 因为被灭伏过 所以呢 韦世忠是现今比较流行 那韦世忠跟天台 那天台宗跟韦世忠的差别就是 有的人会说韦世忠他比较怎样 比较没有那种 因为他真的就理论很多 他 有人会说他没有比较 那个 就是 就是实用的那种 这个 实践的方法 其实不是 是你要去看于且实地论 对不对 你如果只是看韦世什么 韦世八大规矩 说韦世二十 那你当然会比较找不到他修的地方 因为他那个都是理跟你讲这个理的部分 那实践的地方在于且实地论 可能大家又很很没有机会去学习 你看那么厚一本 我们原来产院这个助辞啊 建慧法师 他现在正在跟大家传授这个 这个于且实地论 大家也才有这个机会去学习啊 要不然一般的人 市面上很少人会提到这一人 因为太大 太多了 那天台其实 他会比较多人是 学习是因为 第一个他教理非常的清晰 他教理非常清晰 他由浅入深都有一套方法 然后再加上什么 他的修门 也怎样 也有有浅入深的方式 所以呢 就变成广为大家接受 但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 那当然三论中跟花言中 他就因为相对的推广的人 比较少的时候 可能就会大家 但是我们都会推荐说 你要有一个讲教的 就是经典的这些 理论基础的这一个宗派 跟一个什么 一个实证的一个宗派 所以不管你是 你是净土宗啊 律宗啊 或是禅宗或是 你还是得去找一个 比如说我就是禅宗配天台宗 大部分像师傅这边 我们就是主要是禅宗跟天台宗 这样子 那你自己可以自由去选择 像我们每一个宗派都要多多少少了解 但是你说真的了解 有些我们就是自动评 一辈子的时间有限 你说叫我去懂得哪个宗派哪个宗派 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宗派都了解 像三论中我就一点都没有太大了解 这样子 因为因为就是因缘没有人 过去没有学习到这一个部分啊 那那那那是每一个人的因缘 那但是自己自己一定要知道 他有这样子 要懂得一些理论 这些理论是帮助你在实修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自己按部就班 要不然 要不然像看病 看病最怕就是乱吃药 是不是 乱吃药吃到身体都都不对的 那个时候要处理就很麻烦 修行更是一样啊 你身体的病啊 是不是 有产生什么问题的 你去医院还可以紧急 透过手术的方式去做处理 对不对 请问你心有病了 请问要怎么动手术 是不是 要怎么去动手术 这没人能救啊 连佛陀都救不了我们 所以如果心的问题啊 你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很慎重 不是什么药都能吃 有人会有一种叫做大头病 他会怎样 我都学大法的 这个要究竟法 要殊胜法 这个病就很严重了 是不是 佛陀没有一个法叫做究竟法 因为每一个法都是怎样 本质清净啊 本质具足啊 每一个人最究竟的法 是本质清净 本质具足 这不用学的东西 不用学的 不用修的东西 你就像现在每天发贷 他也还在的啊 你要修他干什么 你如果真的讲 坦白来讲 是不用修的东西 本质具足啊 但是 现在问题 不是这一个问题 是不是 本质具足这边没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每一个都发神经了 是不是 那我们才会讲 什么叫神经病 什么叫神经病 什么叫发神经 就神经病嘛 对不对 神经病你有能解释的吗 你有去怎么研究神经病 怎么变神经病的吗 这个有因嘛 神经病没有原因的 因为他就神经病嘛 对不对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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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美,怎么那么好看 这样子,看一看之后就想到 说,诶,我在镜子里面有看到 我的头,但是为什么我现在 没有看到我的头 是不是,那我的头往哪里去了 哇,我的头不见了 然后怎样,他就发疯了,发疯 就到路问他说,诶,拜托 拜托,张先生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头 你要怎么回答他 你神经病,头不 就是在头吗,对不对 你没有头,你怎么还能跑 所以有的人有热心跟你讲 你头就在头上,哪有 我没有看到我的头啊 这种人你要怎么去问他说 他有没有正常 他是真的没有头吗 所以他 外表看起来有没有很正常 还长得好看嘛 对不对,是不是,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发神经 大家还可以原谅,如果长得难看发神经 看什么,他就是被当街 就被打死了,长得丑还出来 作乱,是不是 就是,所以他就这样子啊 你怎么去解释这个行为 是不是 你要怎么去解释 所以佛罗问,这样子的发狂有原因吗 没有原因,那你请问要怎么去治这个发狂 没得治啊 因为很多人要帮他治病嘛 告诉说,你的头就这样子啊 你看就是这样,你自己摸摸啊什么的 他说,我就是没看到啊 他有没有那么有问题的 然后什么时候治好了 他就这样子啊 每天发狂 发狂到大家都知道那个疯子来的 什么不要理他 是不是,然后有一天他就啊 跑到一半他就停下来 诶,这不就是我的头吗 就好了 那请问他用什么东西治他的病 没有啊 他也没有用任何工去治病啊 然后病就好了啊 你怎么去讲发狂这件事情 佛罗说,你看我们的妄想心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一个原因就来 但是他也不会有个原因,他就走了 他没有任何 你说他有因,他说有缘 其实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我们自己妄想啊 我们自己发狂了啊 所以佛罗就说 修行很简单 你就不要发狂 狂心顿歇歇及不提就好了 所以在这用功的过程当中啊 有的人会喜欢说 哪个法治 这些究竟亲近的东西呢 其实呢 他就是一个理论 他就是叫做理极嘛 我们还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在天台中他就说 这个叫理极 虽然是如此 但是这样 说是一回事啊 本质亲近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有亲近吗 没有 所以要怎样 就要开始怎样 还是得从学习佛法开始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亲近 什么叫不亲近 所以要透过学习的方式 名字极嘛 对不对 那名字极学习过程当中 你要真的去改变了 叫做观行极 本来以前错误认为是亲近的东西 你就要去观 观身不尽 要让他变不尽 本来认为不尽的 本来认为不舒服的事情 本来认为喜欢的事情 你要怎样 观心无常 你要种种的 观受是苦 所以要去颠倒自己 现在所持有的观念 因为现在的观念是颠倒 他这样子去破除 所以要透过学习 然后呢去观行 观行之后呢 慢慢的会相似于 得到智慧 叫做相似极 然后最后呢 慢慢的分正 无明分分破 法身分分正 叫做分正极 最后呢 破破无明了 真的啊 能测见本来面目呢 这叫做究竟极 然后呢 你才发现 究竟极跟礼极 怎样 无二无别啊 是不是 所以一极六六极一 天台他就用这种方式 来解释 这个佛法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众生到成佛 他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当中呢 分为不同的根性 他有所谓的帐通别源 这是我们都是可以慢慢去研究 所以天台他有一套 很好用的一个理论 可以让你去更清楚 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禅宗他是不走这条路啊 他说你这么啰嗦干什么 你就怎样 就当下即逝嘛 动念乖真 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 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 不起善念 不起恶念 这个时候 守在这个清静本心 他就是了 是不是 只要你起心动念了 只要离开当前这一个念了 就叫做什么 就是错就好了 所以分辨的方法 有没有很简单 起心动念你就错 起心动念你就错 就一直这样的方式抓回来 一直在怎么 在真实的清静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不用任何理论啊 有没有起心动念 就是你自己要去 起决心嘛 是不是 所以禅宗这一套理论 你要看 你要学 当然他也有一套理论 这一套理论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从那里开始学起 从大圣起心论 禅宗你如果真的对禅宗单独 很有兴趣的话 你要从大圣起心论 要非常守透 大圣起心论是八祖 这七天八祖 马明菩萨 所著作的 这个大圣起心论 所以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禅宗依据的典集 所以他不是 这一套不是理论了哦 这一套不是理论 他是像理论的理论 但是实际上 他就是禅宗最直接的修行方式 就是我们叫做念头 有叫做生住易灭嘛 对不对 生住易灭 当念头灭掉了 我才觉的话 他说这个叫做不觉 你去研究不觉的人 永远都是在干什么 都是不觉啊 永远都不觉啊 这样子的修行 就是 就是凡夫在修的方式 所以凡夫最后怎样 为什么还是不觉 因为你还在做凡夫啊 你没有回归到本觉 没有回归到你的决性 你没有用决性在修啊 是不是 所以甚至圆绝经啊 什么的 随顺绝境 他就会怎样 他就是在讲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你要了解禅宗的话 有几部典籍很重要 像圆绝经啊 像论言经啊 像这个大乘其心论 但是最一开始入门 一定是大乘其心论啊 一定是大乘其心论 因为它短嘛 是不是 你如果说 研究那眼睛 哇长 对不对 但是研究起心论啊 起心论很短 但很短就很难 因为他就是只跟你讲 节性这个地方 如果觉性站不住脚 就是要不觉 觉跟不觉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那你看了 你衍生出来的 他有什么现象 其实最重要的 他的最重要的观念点 还是在什么 觉跟不觉 如果你搞清楚了 你就是会在觉当中 就不会在不觉 要不然修一辈子 就是在修不觉 不是在修觉 这就是这样子啊 那但是我们生生世世呢 我们在修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在修不觉啊 因为如果我们觉的话 我们就不会再有 生生世世的问题了 什么时候的人开始有觉 阿罗汉嘛 阿罗汉他的觉叫做什么 我身已进啊 就不会有轮回问题了 我们如果现在还有轮回问题 代表我们一开始就怎样 我们一直在修错的方向 我们一直在不觉当中修 我们没有在决心当中修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佛法他很有趣哦 你要喜欢禅冲的理论 他也有禅冲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有因缘都会跟大家提一些的 我们在一些自理行间的一些过程当中 都会跟大家提到一些这样的观念 但是延伸过来的一个阅读 因为我们主着还是先把这个四川菠萝蜜 先讲好 要不然的话 这讲太多了 我自己都好乱哦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 但是我们也有专门 因为我的课程都是跟这个 我们这个主持建会法师的课是做搭配的 他有些他讲过的东西 我就我就不用讲了嘛 对不对 有人肯讲了 我们就可以省一点功夫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有 像佛德教育基金会这边的这个 这个影片库 它里面都有 都有去收藏 就是建会法师的全套 他有讲任言经 也有讲 余杰师对论现在在讲 那也有讲 讲这个大圣起心论 甚至也有讲六祖坛间 都欢迎大家去取用 去取用 不管你要从哪个地方入门 甚至华言经也都有在讲 所以欢迎大家去学习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七页这个地方 他记者说 禅是立志障 就是真正聪慧名利的智慧 为什么要叫立志呢 有一个立志就有个顿志 对不对 这愚钝的人 他开发智慧的方式 就是下苦功 只要功夫用得深 让铁柱也能磨成绣花针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的下苦功 有效没效呢 其实呢 这个 这就是要看你功夫用得久这样 但立志啊 真实的一个啊 真实能真正啊 这个智慧会快速啊 会锋利啊 能破除一切烦恼啊 是要靠什么 就是靠禅 比如说你如果布施要成佛 跟你修禅定要成佛 其实怎样 其实比较起来应该是禅定会比较快一点 禅定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呢 他是有这样 但是你说布施要不要 要啊 但是呢 布施到一个程度一定会有个瓶颈 那什么瓶颈 你当你什么能舍的时候都舍嘛 对不对 但是舍到有一天你要舍身上的东西的时候 割肉未阴舍身未虎的时候 能舍吗 是不是 舍了之后就没东西能再舍了 对不对 所以佛陀他有一辈子 他怎样呢 他说他发愿 因为就是这个世界怎样 大饥荒 大家都没东西吃 所以他发现怎样 发现变一条很大的鱼 然后怎样 他叫所有人都来割他的肉 割去吃 就可以活生了嘛 对不对 然后割到鱼是两面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不要跟我讲没吃过 我都吃过了 有的人很tiny soon 不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要解散 鱼两面嘛 对不对 他的割 割一面 割到没了之后 他就说 大家先离开我 怎样 我要翻面了 他就跳起来就翻面 然后怎样 然后就叫大家再继续割另外一面 然后等到大家割完这一面的时候 这一面就怎样 又长回来了 然后他又一个跳翻过来 就这样一直翻 一直翻翻翻翻 翻身翻到怎样 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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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我們割一塊肉 是不是 我們有時候做個事情對不對 女人怎樣 喜歡留指甲 搬個東西 啪一下 哇那個指甲掉一片就痛到 是不是 三天三夜對不對 那他可以 一個魚這樣子 欸你要挑魚的肉 第一件事你要先幹什麼 先刮鱗片下來 鱗片要先拔開 你才能靠一塊肉下來 那個多痛苦啊 這指甲你要先翻開來 然後你再來取這個嫩肉 是不是 對 你今天如果是那個粗皮 碰到還不會痛 最痛的是那個 這個 這個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有指甲保護對不對 所以都不會痛對不對 指甲掀開了這一個 裡面的那個嫩肉再挖開 那個才嫩耶 魚肉不就是這樣子嗎 魚的肉都被鱗片保護住啊 你把它 扒開了 然後還要再取 兩重那個痛你怎麼 光是想 就已經 心都已經怎樣 喔師傅你不要再講了 那個雞毛皮 已經 已經 起到哪邊去了 你起我會一起啊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講清楚啊 講清楚就叫你不要再給我吃魚的 是不是 真的你去觀察嘛 他不是很痛 但是佛陀卻可以用這種 大慈悲心 你今天 好 慈悲兩個字就能對付這件事情嗎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你沒有看那個什麼 看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電影裡面 佛也發火 不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會忍不住 你沒有禪定力的話 真的他是 他是沒有辦法忍住的 所以布施 他會到一個瓶頸喔 我們在布施 直接忍辱盡盡禪 禪定 波羅當中 他都會到一個瓶頸 這個瓶頸 要能讓你過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波羅蜜最重要的關鍵在於 你的心智要堅定要堅強 要沒有任何懷疑 沒有任何疑惑 但是為什麼心智能堅強 這個道理是什麼 這就是禪定力啊 專注嘛 你要專注才能堅強 才能突破一切困境 所以每一個修行的菩薩行當中 六度萬行當中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什麼 就是禪定力 到一個程度 一開始我們都可以加減布施嘛 對不對 我如果財產有一億的話 如果布施個三萬五萬 甚至五十萬一百萬 都好像是吹吹個風下個毛毛細雨 都不痛嘛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如果一次給你大一點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怎樣 我們是不是心就會開始 會產生一種不忍的一個心 所以這就代表說我們的禪定力不夠 所以其實修行不是在修什麼 修你忍得住的東西 修行是在修你忍不住的東西 才在修嘛 忍辱是要修什麼 修我都沒有在忍的東西 還是修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啊 為什麼叫大家吃素 因為怎樣 我忍不住不吃 對不對 我不吃很辛苦啊 我無肉不歡啊 那你就給我忍 這就是修嘛 為什麼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是我們自己自己就要去觀看這個 所以禪定它就是能讓你快速增長智慧的一個方式 功德之福田 它是真正真實的功德 因為只有真實的用功才能產生禪定力 才能產生疼定力 如果沒有用對功的話 你是不會觸發禪定的 殘如清淨水能洗諸欲塵 真正我們每天都追逐五欲 追逐五欲的人 他就是怎樣 常為五欲所轉動 而卻不能怎樣 卻不能真正的心自在 但是你在禪定當中呢 是抽離五欲了 這個時候 你在那個狀態 再來觀看五欲的時候 你就能發現它是真正怎樣 第一個五欲是短暫 今天沒有一個欲望是可以讓你 你看請問大家心裡面 我們是不是心裡面都有一些欲望 對不對 請問你的欲望有哪一個是 從出生到現在還在的 包含食欲這件事情 對啊 但是我每天都在吃我的食欲 撐到現在還在 不是喔 是對哪一樣東西 你是 是不是以前貪喝媽媽的奶 對不對 你現在會貪喝媽媽的奶嗎 我長大大 我都沒辦法懷 忘懷那個媽媽的味道 你不是吧 對不對 到了三歲到五歲的時候 甚至你十幾歲 可能愛吃一個什麼 油炸的東西對不對 可能你到這個歲數 你喜歡吃清淡的東西 可能到哪一個沒有一個東西說 師父我這個齁 齁我給你講 齁我這個糖鵝我可以吃一輩子 沒這回事啦 我給你一整個月每一天都是吃糖鵝 我告訴你這輩子就再也不用吃檔兒了 怕了嘛 對不對 早餐檔兒中午檔兒晚上檔兒 你吃一個月吃看看 你這個慾能維持多久 是不是 不用講什麼啊 我們殘願有一次怎樣 有一次剛好 因為我們發心煮飯的居士不在喔 他就請假 然後怎樣 那一個禮拜啊 我們就是怎樣叫外食 叫外食的時候 每次來上課的時候就 今天吃什麼啊 今天吃滷味飯 第一天吃 哎呀好好吃喔 其實每天吃都好好吃啊 但是怎樣 到明天的時候 今天吃什麼 就方便啊 大家就兩百塊滷味飯 到第三天來的時候 今天該不會又是滷味飯嗎 對耶 師傅你怎麼那一天你有神通了 那不用神通也知道你們這些人懶得選 因為怎樣 我們人多嘛對不對 這個點那個這個點那個這個點那個 加起來 哎開玩笑 那個滷味飯兩百塊 我們自己就怎樣 他叫滷味就是全部都滷味嘛 兩百塊 然後呢 我們就自己煮一鍋飯多省啊對不對 所以你可想而知禮拜四日吃什麼 又是滷味 吃一整個禮拜滷味飯 我就說再叫滷味飯我下禮拜不來上課 我自己出去吃 對不對 在好吃我們都會怎樣 我們都會膩啊 但是很奇怪 再過幾個禮拜 哎 我們來吃滷味 就是其實我們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 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長久的喔 所以你去觀察這世間沒有一個東西是長久的 就好像你說你喜歡美女 我們喜歡美女也不是喜歡同一個好不好 好就算你喜歡是同一個你也百老爸忍受怎樣 請問這個美女五歲的時候你會喜歡嗎 那你會被警察抓去耶對不對 變態戀童癖這不行對不對 這美女通常你喜歡的 她是有賞味期限的 就是怎樣 差不多只能一個差不多16歲到那個 16歲18歲到什麼 到差不多28歲以前古人啊 沒有那麼多裝扮 所以到28歲差不多就就人老珠黃了 對不對 但現在還拜現代這個科技所吃化妝品 你可能到40歲到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期限啊 是不是 還有一個期限到了雞皮喝法的時候 就不會被人愛了啊 所以每一個東西你去觀察 這個時間再久 是不是 其實都很短暫喔 但是呢 這世間其實怎樣 禪定 他是一個轉眼 他就怎樣 他就數百年數千年的時間了 禪定的功效是非常的長遠殊勝的 所以 禪啊就是有這樣子的好處 去讓大家慢慢就對這個慾啊 慾念就會清淡 禪為金剛坎啊 我們只要在這人世間啊 到哪個地方怎樣 到哪個地方都 都 都 都會 都會受傷 為什麼會受傷 因為我們心靈脆弱 我們忍不住人家講一句話講兩句話 煩惱啊 是不是 種種啊 就是接踵而來 所以呢我們啊 今天如果心的力量不夠堅強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抵抗那麼多煩惱的心 但是呢為什麼有的人他有辦法 因為他其實怎樣 他入生生禪定 入生生禪定 那雖未得無為啊 涅槃分以得啊 所以怎樣 我們現在呢好 我們現在是要發心修禪波羅蜜的人 那我們有得禪定了嗎 我們有得無為法了嗎 還沒有 但是怎樣 但是呢 其實我們已經邁向涅槃這一條道路了 這條道路沒有走錯 你走禪定這一條路線 就不太容易走錯 就不太容易走錯 你不走禪定這一條路才叫做走錯 絕對不會有涅槃可言 絕對不會有啊 你看看阿羅漢 他要入涅槃前要怎樣 要先入生生禪定 叫做初入自在定 要怎樣呢 先入 先入初禪 再入二禪 再入三禪 再入四禪 然後呢再從四禪 再回來怎樣 回來三禪 回來二禪 回來初禪 然後怎樣 然後甚至他還會 這個空中行柱坐臥的三昧 然後還會怎樣 還會頭上出水 腳下出火 腳下出水 頭上出火 種種 甚至從空處入 從有處出 從有處入 從空處出 有種種的這種自在 這樣子 代表說 正得聖身禪定 然後怎樣 最後回歸到涅槃 回歸到空其無尾 所以 所有的 所有的聖人 其實呢 都是得靠這個禪定當中 才能真實的 真實的入到涅槃當中 所以呢 我們哪走禪定這一條路 是一個很重要的 大凡所有大修行人 他都一定在禪定當中 有很深刻的體悟 所以我們自己都要好好的發心來學習禪定 所以才會跟你講說每一個宗派一定要學習到一個階段一定要學習禪修的一個道理 但是沒有人規定你要修禪中 也沒有人規定你要修打柱 但是你要去學習自己宗派講到跟禪定有關係的課題 你一定要去涉略到這個部分 比如說 我們最常講的 因為這世面上現在最流通的就是禪中跟禪土中 對不對 所以禪土中 如果你只是一輩子一直念佛念佛用嘴巴這樣子念的話 那 你不知道再更進一步的禪定法門會念得很可惜 因為他還是在善法當中 但是要到什麼程度 當念念念到心有比較定的時候 要學什麼呢 學兩個 一個叫做什麼 觀想念佛跟觀相念佛 觀想跟觀相它又有差別 觀相你要觀阿彌陀佛像 你要觀這個什麼西方極樂淨土的像 什麼黃金為地流利為持 你要去觀這個東西 就要去做觀 這是觀相 你要有這種具體的 觀想又不太用 觀想不是只是想阿彌陀佛 它要想什麼 想阿彌陀佛的功德 比如說什麼是功德 通常佛陀的功德我們都會說 三十二像八十總好對不對 或者是無量瘦無量光 那以三十二像八十總好 你就要去觀想 觀想什麼 比如說無見頂相 不是去觀一個 因為如果只是觀一個無見頂相的話 這是屬於什麼 屬於觀相阿 是觀想什麼 觀想它的功德的原因 佛教是講因果 所以你要觀想它的功德的原因 喔 能無見頂相 因為它是常常怎樣 謙虛恭敬 那你今天知道佛陀得無見頂相的一個因 是謙虛恭敬 我們在這一個地方就會得到什麼收穫 我們的行持就會變成怎樣 我們叫它學習什麼 謙虛恭敬 每一個相都有它的因 每一個好都有它的因 你藉由觀想的時候 佛陀我們常講說 佛陀那個手叫做多羅棉手 像棉花一樣 咪咪咪咪這樣 是不是 你看我們的手自己捏都覺得好硬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有的人手 其實有的人手 他這也不是肉多就軟耶 是那個有的人手 就真的是天生就是柔弱 柔勢無骨這樣子 為什麼感覺起來會這麼的殊勝 因為這個手 你看我們的手都拿來幹什麼 拿來打人的 是不是 所以就硬 你打人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就要怎樣 就要硬嘛 所以你的就不會生多羅棉手 什麼時候會生多羅棉手呢 這個手要反過來這樣子 去怎樣 人如果需要幫助的時候 伸手的時候 抓不住東西 如果我們這樣子 他一抓 啊就救了一個人 佛陀的手就是專門用來 布施也是這樣子給出去的 布施你不能這樣子給喔 你要這樣子給出去 這樣子的施捨是一種什麼 一種慈悲的 這樣子的捨是一種有客氣的 這樣捨其實是 是投給 是不是 他這種捨是比較往下的 那種 但是真正的捨 你要怎樣 像佛陀這樣接引的這樣子的捨 去幫助伸出一隻手的這樣子的捨 是不是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的捨 那會讓你的手慢慢怎樣 它就會柔軟 最後果報就是多羅棉手 你看你如果每一個像都去觀想的時候 你會不會學習到真實的功德 請問哪一個是靠你嘴巴在那裡唸就會得到的 有沒有更實際的一個運作方式 所以這種的念佛的方式 學佛的方式 淨土的方式 有沒有比子智念名字還要更厲害 它應該就是更深入的境界啊 那當然 到一個程度你觀到有成了之後呢 你不是僅止於死的 不是說我觀到極樂世界去試了 凡所有像皆是虛妄 什麼最後你要怎樣回歸到實相 實相是什麼 實相是空 實相是什麼 空當中有妙有 所以在講說 所有一切是三界為心萬法為事 一切都是從心而來的 今天你能成就的功德 也是因為心而來的 所以原來最後佛不是在外在的這些有為之事 而是什麼 回歸到無為就是真實的什麼 如來 所以如來叫做什麼 無所從來無所從去 真正的實相念佛是在這個地方 念自信佛 但是如果說 沒有這樣子透過這樣子的學習的話 我們都以為怎樣 我的宗派很簡單 我只要一直持咒持咒 念佛念佛 念經念經 拜佛拜佛 很可惜對不對 每一個道理他都有他的 他的一個什麼 對剛開始的人 你不可能二十年都是用這種方式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是 其實這樣很可惜 你要懂一些更進一步的理論 甚至你要教人家的時候 你不能講說 我也不知道啊 我師父就這樣子教 你就這樣子學啊 這太離譜了吧 佛法變得那麼膚淺嗎 這是不可以的 佛法的道理 三藏十二部經 有非常多殊勝的道理 我們都怎樣 我們學習都來不及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打一場混帳 繼續想要說 這樣子就想要成佛 是不是 佛是打混成佛的嗎 佛是很努力 每一個東西都怎樣 好然後 我講難聽一點 你如果其他的經都不去念 然後你就想這樣子 結果到佛陀那邊去 佛陀會想說 奇怪我講那麼辛苦 你一課一堂都不聽 你就想要來我這邊 是不是 你來了是打算怎樣 你來了也是會打算賴著我嗎 因為你沒有學這些本事啊 所以你來 你沒有任何本事 那你就是怎樣 學一招只是來賴我的本事而已啊 那我怎樣 我好不容易到極樂世界了 為什麼要叫極樂 因為那個極樂世界沒有你啊 所以才叫極樂啊 現在你要來這邊賴我的 那這個極樂世界 不就有你的世界了嗎 對不對 那還極樂的了嗎 你如果沒有學一點本事的話 你只是去賴著佛陀而已 但是如果有學了一點本事的話 我們才能分攤佛陀的什麼工作啊 佛陀能到極樂世界的人 本身要怎樣 要發菩提心 要不然你是到不了極樂世界了 我可以跟你保證 但是問題是發菩提心不是靠念佛 這麼簡單而已 你要懂得他的一個道理在什麼地方 最後能開發出你真實的菩提之心 所以你看經安靈念裡面 他不是講很多 要怎樣可以真正叫做 阿妞多羅三秒三菩提嗎 是不是 叫做無我像無人像無人像 所以這些都是佛陀講的經喔 不是禪中講的經喔 也不是淨土中講的經喔 你不可以就說阿這個佛陀這個部分 是不是跟我們無關不是喔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去學習佛法 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應該在選擇中派的時候 你要選擇怎樣 有有教門跟有中門 這樣子兩個去搭配去修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偏差 你比較不會有偏差 所以在講這個地方 那得金剛三昧催睡結始山 結始就是我們的煩惱心 我們的錯誤 結就是我們的煩惱 始呢就是我們的錯誤的觀念 是不是我們每一件事情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 會 會這麼想會那麼想 因為有一個東西叫我們這麼想 那個機制叫我們這個想 所以叫做武頓史武力史 這個在講天台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很明確 對齁 會指指 他一定有一個機制在裡面下指導題 你看東西才會怎麼去看 那那個下指導題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我們錯誤的邪見 錯誤的邪見當中有叫做武頓史武力史 這個地方 大家學習佛法的時候就會常常看到這些 所以這些觀念都要靠什麼 靠禪定才有辦法破除這個觀念 因為在禪定的時候 抱歉 禪定的時候 要先怎樣 入身禪定 入身三昧的時候 這個時候用正確的佛陀的講說八正道 這個時候 八正道在引導我們的每一個觀念 就不會偏差到用什麼 用武頓史武力史的觀念去起心動念 但是我們通常是怎樣 你看在華盈經裡面 菩薩他就問文書 他就說 怎樣我才可以怎樣 我才可以怎樣 無過失的生與異業 就是我們生業有沒有過失 有對不對 口業有沒有過失 異業有沒有過失 那其實修行最簡單的方法 不是要去修功德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不犯過 所以很多人大部分學習都先來幹什麼 先歸一啊 先持戒啊 這是最簡單的修法 這是最簡單的修法 就是先不犯過 但是不犯過 通常我們最多只能戒除到哪裡 生業 是不是 然後可能會慢慢去學習 戒除什麼 口業 但是很難戒除的是什麼 異業 所以怎樣可以真實的無過失的生與異業 那怎樣可以怎樣 以智為先導的生與異業 你看我們每一個起心動念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五頓史五立史嘛 他帶著我們起心動念啊 所以我們每一個起心動念 註定我們就是得輪回 那怎樣可以以智慧來代替他們 來帶著我們行下一個每一個 每一個行生生與異業 是不是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式嗎 這方式當中 所以要學習什麼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你用禪定 因為禪定當中 他就在調整你的什麼 你對這個世間的一個看法 如果對這個世間的看法是錯的話 是你絕對不會得到禪定 絕對不會得到禪定 得六神通力啊 能度無量人 你看 修行啊 要度人 要度人怎麼度 是不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 講好聽一點 叫做我們在普度眾生對不對 我們大家普度眾生啊 是不是 大家也是愛聽不聽的 師父講一套 我們下面睡一片 是不是 真正要能普度眾生啊 到一個程度一定是要靠神通力 但是神通力不是去秀神通給你看 神通力是用來怎樣 觀察眾生的根基 是不是 眾生不能得度不是眾生的問題 眾生不能得度是說法人的問題 沒有對基嘛 沒有對根基啊 你看那個 你不要看禪宗裡面主師好厲害喔 拿個棒子敲個人 敲個頭就可以把人家敲開悟對不對 是不是 那我們以後 講法不是簡單嗎 是不是 我就帶一個棍子 從頭敲到尾對不對 然後問 你開悟了嗎 必租 沒有了 那再繼續敲 是不是 開玩笑 我會被警察抓走吧 對不對 所以 今天他要失言失棒 都要怎樣 都要能真正掌握到你的法生會命 他才可以去清走 你不是說看他這個主師暴力狂 他整天就是打人而已喔 是不是 而是他在某一些 他在某一個階 某一個什麼 因緣之下的話 你會看他打的人每個都開悟 你有沒有看過他打的人不開悟的呢 那他就不會打人喔 是不是 他就不會打人 但是因為他打的人每個都開悟了 所以就很有名叫做什麼 他就是專門棒打什麼 棒打修行人這樣子 像這個以前那個馬祖大師啊 馬祖大師他就怎樣 他一個稱號就是 這匹馬怎樣 踏殺天下人 這馬蹄啊很厲害 這一踩下去天下人都被他殺 都死在他馬蹄底下了 是不是 難道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會有一個石頭 石頭路滑著這個這裡 這個道理來呢 因為那時候就是馬祖跟石頭 那這個江西馬大師喔 然後湖南啊 石頭啊 那這個江湖 江湖就是 欸馬大師這邊怎樣 沒有得開悟了 他就怎樣 就跑到湖南這個地方 找什麼 找石頭路 然後在石頭路滑一跤了 他就開悟了 因為石頭 是不是 你看我們石頭長個胎啊 下個雨啊 路滑了一些對不對 你滑一跤開悟 所以有人說我去石頭路上滑一跤了 就代表怎樣 他開悟的意思這樣子 齁 所以今天不是說 不是說每一個祖師他都能百分之百 但是呢為什麼這些祖師都那麼厲害 你看六祖大師 對不對 他對有的人來他就罵一罵 對有的人來他就打一打 有的人來就給他講一講 甚至他有一個人是怎樣 有一個人是刺客 他是怎樣 被派來要殺六祖大師的 他怎麼去對付他 他怎麼去度他 是不是 他就怎樣 他就在他的座位前面擺三 擺十兩黃金 擺十兩黃金幹什麼 他就坐在那裡等他 我知道你要來啊 但是怎樣 你殺不了我的因為怎樣 因為我只欠你錢 我沒有欠你命 然後他 他就真的拿刀子這樣子砍 他也不會聽到就嚇到 他那種會來做刺客要殺人的 心很壞的啦 是不是 結果怎樣 他就先試看看刺三下 他就這樣 奇怪怎麼 刀子砍下去呢 就過去就砍 就過去像吹風一樣 卻沒有辦法殺死這個人 他就嚇到了 是不是 他殺一輩子人 今天終於在這個地方怎樣 慘遭滑鐵爐 他就 馬上跪下來 就是說 師父我錯了 他就說 我知道啊 你一定會這麼做啊 但是我過去就是欠你錢而已啊 是不是 我因為沒有欠過你的命 所以你要不了我的命 其實怎樣 是真的要不了嗎 如果真的要不了 為什麼眾生會輪回 我不要你的命 我還是可以強要你的命啊 是不是 但是他就是有大神通力 但是他平常會告訴人家說 你看人家打我鐵打不穿嗎 不會 他就是對專門針對某些人 他會顯示他特別有能力 你今天沒有禪定的話 刀子會可以這樣子過去 不會有事喔 對不對 你以為是什麼 大衛魔術喔 那個都大衛魔術是假的 這個是神通是真的啊 對不對 還是說我們來打個假球這樣子 是不是 他那個刺客 是有名聲的 收人家的錢 沒有殺成功 他是怎樣 會被除名的 對不對 所以從此 這個刺客他就怎樣 他就隱身 然後怎樣 找個地方就跑去出家 嚇死人 你是殺人犯 你要找個地方出家 那那些師兄弟好可憐喔 如果知道你以前殺過人怎麼辦 然後他有一天想到六祖大師 他會不會來找六祖大師 就這樣子度人的 所以如果沒有一點神通力的話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人的得度因緣 你不知道得度因緣 這個時代學佛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又很好奇師父有沒有神通對不對 好奇好奇師父有沒有神通 就整天就在追師父的神通 你也不是在學佛 如果這個師父又沒有神通 他不值得追 那就變得很有趣對不對 那就是每天其實都是在討論 其實很可惜我們的學習都很膚淺 但是一聽到有這些神通變化的事情 又覺得其實這些卻又沒有辦法怎樣 幫助我們成道 所以佛陀就規定我們說 這個是不可以隨便施展的 有或沒有 其實我們沒有我們想施展也沒得施展 但是有或沒有都不能輕易的怎樣去實現 因為這個對真實的弘法沒有太大的幫助 但是對你自己真的要在度眾生的時候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又真的很重要 又真的很重要 所以有禪定他就能幫助我們可以成就神通力 能度無量無邊的人 我們這凡夫 凡夫窮盡我們一輩子 我們能結緣多少人 是不是 我們能真正去了解多少人 尤其像我們這種交禪修的 我們一定不會有太多學生 我們是註定不會有太多學生 因為怎樣 當我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的話 我對你的修行不會有任何幫助 你如果要到一個程度 要讓你的禪修有一定程度的增長的話 你要跟我有一點熟 你要把你自己用功的狀況怎樣 要很讓我很清楚你現在用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很重視的就是師跟徒的一個關係 禪宗他一直很重視師跟徒的關係 這個名分下來不是說我們要一個名分 而是我要掌握你現在用功的靜靜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做師父才能要求徒弟做功課 但是你如果沒有在做功課 或是你沒有去對這一個關係 有正確的一個認真的看待的話 其實是愛修不修 愛修不修就會得到一個結果叫做什麼 得到一個結果就是愛教不教 所以不用去怪我說 有沒有教的好教的不好 就愛教不教啊 是不是 你比如說在我們禪院的話 開玩笑 我們那些出家師父我整天盯著他們 他們修到什麼程度 他們有在用功什麼 我很清楚嘛對不對 因為就已經名分是定下來的啊 他們就是以我們為師長 然後我們就很認真地去為大家去做安排 你下一個階段你這個工你要怎麼用功 你要怎麼用功 你要怎麼用功 所以我們一個關係一個關係慢慢的事 但是的確啊 這種我們這種公開的課 我們當然也是會告訴你說 不能說不跟你講 這些佛門的規矩 這就是規矩 就是禪宗他很重視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講一講之後 回去自己修那種 那不負責任 這個師父啊 這樣子是 其實不太OK的 因為你不為他的 後續的法生會命 負責任的時候 當他如果修出問題 要找誰 你難道跟他講說 誰叫你錄影帶隨便亂看一看 然後怎樣自己亂修 那不行啊 所以其實這個是要 很慎重的一件事情 那也導致怎樣 我們一輩子能認識多少呢 我一輩子能親自盯幾個人去用功 所以我們就是 你要自己如果對這一個法門 有一個興趣的話 你就是要自己要真實的 去透過這法門的觀形 去用功 去用功之後 有產生什麼的話 你千萬你不可以編別人講 你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想辦法 你要跟我聯繫 因為是好是壞 是好是壞 在佛法當中 有用功才會有境界出現 所以都是很不錯的境界 但是有人因為過去的因緣 有人會說做一做就看到什麼 看到眾生在悲慘在苦的恐怖像 是不是 那沒有錯啊 那恐怖像有兩種 一個是你的業障要現前的 叫做見到恐怖像對不對 有一種是你的悲怨要現前的 悲心無盡 怨無窮嘛 你要普度眾生的那個悲怨 所以你看到恐怖像 你心卻不恐怖 但是你知道眾生在你要怎樣 你有產生一個慈悲心 所以我怎麼能判斷 你的境界是哪一種 當然就要跟你怎樣 去對談嘛 對談兩句話就大概知道 你的心是良薄的 那你看到恐怖像 應該就是業障要現前 但是你心是慈敏的 那我就會告訴你怎樣 你要修什麼 譬如說我就進一步說 你要修慈悲觀 然後慈悲觀 一般我在講慈悲觀 它就是一套 譬如說我會講七週原始 但是七週原始 不是適合每一個人 如果你的悲怨那麼強的話 你要修什麼 修 修四五量心 而不是只是修七週原始 但是我公開會教 四五量心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四五量心是給菩薩修的 對不對 那給大眾 我們大眾凡夫 他有一個入門的 所以慈悲觀有不同的層次 不敬觀也有不同的層次 每一個觀 像念佛 我也會跟平常 跟那樣的人 我也會這樣 沒事你要多多念佛 意思是叫你去觀想 不會 但是到一個程度 我當然會就告訴你說 他應該要怎麼去觀 怎麼去用功 是不是 那是隨著什麼 隨著你有用功 有一定的感觸 有一定的一個 但是如果都不問 我怎麼知道 我同學要用功 有啊 似乎我們都有用功 用個頭啊 是不是 的確是這樣 我怎麼知道你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們就是永遠怎樣 這個班交到一個地方 就道高這樣子 然後就歡迎套課程 歡迎套課程 就一直是這樣的方式 因為這樣會變成這樣 大家都沒有辦法進步 那大家沒有辦法進步 有人就會怎樣 這個班聽來聽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呢 這個課程是很重視的事 大家要真實的去 去用功這個部分 但是也跟大家講 的確神通力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這是一個 他能真實的度 無量的眾生 無量的 有情無情 他都能度 消沉避天日 大雨能淹之 絕觀風動之 禪定能滅之 所以你看 所有的一切 世間 這禪定如雨 能覆蓋這天下一切 這個絕觀 絕觀就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起心動念 我們的起心動念 就是這樣子 第六意識 然後透過五根 透過五根 產生五事 然後意識呢 去觀這個法城 在內 所以不管心外 心內 我們的心都隨著而動 那只有殘定 只有殘定可以滅除一切 什麼 沉淨 六根 可以不用再去攀原六成 你只得靠殘定的方式 殘定的方式 所以他這個地方就講說 因為殘定可以滅足這四弘事願 所以菩薩若欲滅足四弘事願 當片形石波羅蜜 何得獨佔殘定 所以他說前四一列 後五陰殘 就是石波羅蜜當中 布施慈戒忍辱精進 這四個 這四個呢 他如果你單修這四個的話呢 怎樣 其實會變成比較不足 比較不足 而且我跟你講他到一個程度會有瓶頸 對不對 譬如說精進 精進你是怎樣 我唸一整天的經二十四小時都不休息 請問你可以撐幾天 請問可以撐幾天 這樣子 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的一個用功會成佛嗎 我可以跟你講絕對不會 佛陀光是怎樣 最後一刻七七四十九天 就是常做不握的這樣子用功 都不下做 他說我這輩子如果不成道 我就再也不下此金剛座 七七四十九天 我們不要講七七四十九天 一整天不下座我們就受不了了 請問你的精進能奪精進 我們這一輩子的精進能奪精進 我可以跟你保證 如果沒有禪定的話 我們不可能沒有一個人能叫精進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透過禪定 因為只有透過禪定才能突破真正的限制 所以如果你只修這前面四個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的話 絕對不可能成菩薩行 絕對不可能啦 因為沒有禪定的功夫 不可能啦 剛剛講割肉未陰怎麼割 是不是 持戒 持生戒 沒有持心戒 你要怎麼叫真正持戒 然後呢忍辱 有些人是可以忍的 有些是忍不能忍得住的 是啊真的是這樣啊 有些是你看我們現在怎樣 人家給我們逆境是可以忍對不對 你會覺得說對啊這些東西 但是忍到什麼程度是不能忍的 如果要你的命的話呢 往你臉上吐一口口水可以忍對不對 拿一個刀子往你身上捅下去的時候 能不能忍 是不是 就是這樣啊 你如果說要忍 這輩子命累了 下輩子怎麼修 可能不一定會投他回來做忍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閃掉了 說哎呀 我不忍這件事情可不可以 那你何來的說我在修忍辱 是不是 所以如果沒有禪定力的話 你看那忍辱先人全身怎樣被割力王割結身體 他不只還能忍下 還說我甘之如疑 然後沒有人會相信他 所以割力王就問他 我不相信你這件事 他說如果我講的這件事 是真的 我啊不只忍下來 還甘之如疑 甚至我未來發願 第一個要度你 如果這件事也是真的 讓我身上怎樣 恢復如初 那為什麼身體會恢復 是神幫他拼下來的嗎 不是 是禪定力 禪定力就是這樣子啊 他就有這樣的功德啊 所以說你如果沒有誤到聖身禪定的話 前面四個他單獨去修的話 沒有辦法出現殊聖的菩薩行菩薩道 那後面五個 波羅什麼 願力至忍啊 願力忍 這四 這五個 波羅蜜都得在什麼 你要產生力 在佛法當中叫的力啊 力量 不是什麼 我一拳可以把桌子打破叫做力量 但是空手道就行了 不用學佛法就可以了 真正的力量是什麼 可以 世間啊 什麼力量最大 這世界什麼力量最大 業力最大 對不對 我們怎麼來的 盈滿能招業力籤 業力是最大的 聖身難敵啊 沒有一個人 可以敵過業力 但是呢 什麼叫力波羅蜜 他是用來抗什麼的 就是專門對付業力的啦 只有願力可以對 這一個業力 所以菩薩如果不修 十波羅蜜的話 你怎麼能對得住 每一輩子生生世世的一個什麼 苦痛的輪迴 因為你的心的力量很強 超越了什麼 你的業力啊 這一個就得靠 禪定力才能突破 真實的力量 所以這種力啊 不是世間的身體的力量 那心的力量 心的力量 要能成為力量 就要什麼 要專注 要專注 甚至三十七道品當中講五根五粒 你那個心啊 心要夠深刻 深重你的心 叫做五根 然後從根當中就會產生力量 叫五粒 所以這一個啊 波羅蜜當中啊 這後面五個都得靠什麼 靠禪定 所以說呢 禪定啊 能聚足真上四度 下五一然啊 如菩薩發心為修禪故 怎樣 一切家業 內外皆舍 不惜生命啊 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啊 既然玄居 無所兼令 沒有一個東西 會有任何一個起心動念說 說什麼 說叫做不捨的 這樣子的捨 才能叫做大捨 是不是 你連遲疑一下 有的人說說 你要不要布施這個啊 有的人是想都不想 就說好啊 沒關係對不對 但是你看我們這世間 哪一個東西 我們頂多就是 等一下師父下課了 請師父吃個吃碗麵好不好 沒問題啊 這個當然沒問題 對不對 但是怎樣 等一下下課 載我回高雄好不好 師父我帶你去高鐵 是不是 你頂多再慈悲一點 我幫你買票 是不是 但是 你不會想到要施捨一個什麼 啊 師父那個 我還要帶你下去 四個小時 我還要怎樣 自己再開車上來 這樣子的行為 你是不會捨的 但是 你會 你難道不會想說 難道我上車就睡覺嗎 我上車如果跟你開室四個小時 對不對 你不是髮喜充滿嗎 你會想說 他開車已經夠累了 你旁邊在那裡念經 是不是 師父我還是希望你睡一睡好 我就是一個人 對不對 開火都不會那麼累 我們心是有所遲疑的 那個叫做監令之心 你對每一個布施都會怎樣 都其實是有考慮在三的 很難有一些 是不用失所就不用考慮 你就能失出來的東西 這樣子的心 永遠不會成就波羅蜜 只有真的禪定的時候 因為禪定所用的功 就是每一個起心動念 當起心動念不夠什麼 不夠清楚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含糊喔 然後等到怎樣 答應了之後才在後悔 有沒有很多人是這樣子啊 這沒有好談或不談的 我們是在談 禪定這一門課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每一個人起心動念 是不是 答應了是不是 師父說 有時候一股衝動說 啊師父這個我不是啊 想一想 嗯不對 這一個兩百塊 我答應師父要供養一千個 喔 我以為這個東西很便宜 只有二十塊 一千個我補就兩萬塊 蛤 不對耶 這樣一出去就要二十萬耶 嗯 師父這個 嗯 嗯 是不是 然後就怎樣 因為我們也不是那麼寬鬆啊 就算再寬鬆也不能那麼寬鬆 為什麼 師父如果知道你那麼寬鬆了 那以後這不是予取予求了嗎 我們不是那麼隨便的 所以要怎樣 嗯 嗯 一下子這樣 的確就是這樣啊 有的時候我們答應都很快 但是實際上怎樣 你你你你加以思索的時候 就欸不對勒 那那那這樣子的心就是有所潛力 好是不是 雖然最後結果你可能都會把它做出這個蛇 但是怎樣 但是其實心就已經怎樣 已經多了很多層了 那那這樣子是 是不行的 那不行 不行 那怎麼修啊 你們佛教徒 是不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布施之後已經怎樣 但是在我們便宜還要說你要不假思索的 就布施 這不是我講的 這佛陀講的 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我只是照課本講而已 是不是 就是我們都還在一個沒有禪定力的狀態 我們去觀察我們的心 是不是就那麼簡 那麼的一個 其實很可惜對不對 所以呢 這就是 欸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學習說 怎樣叫大捨之心 你有飯才會要遲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達摩祖師他就說 我們修行很多人 我們修行其實到這個程度 大家有修幾年了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在持戒 都有對不對 我們都有持戒嘛 對不對 有去皈依啊 有受五戒對不對 甚至有的人都還受補殺戒 有對不對 是不是 其實 這不是佛法耶 這不是佛法耶 為什麼不是佛法 你看喔 所有人都持戒對不對 其實在佛教裡面有一個人沒有在持戒 他只有在教別人吃 他自己從來都沒有人 我在持戒耶 對不對 你有聽過佛陀說 欸佛陀你在幹嘛 我在持戒啊 你沒有聽過 佛陀都說 嗯 你要持戒喔 你這個不能做喔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 他有在講說 嗯 這個我不能做 嗯 因為這樣會犯戒 他從來 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耶 對不對 是不是 而且沒有人能擋得住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就沒有人管他 他也沒有人對他的所有的作為 有任何意見 沒有人規定他 什麼能做 包含他還沒出家前就這樣子喔 沒有人規定他想幹什麼 他都能幹什麼這樣子 咦 怎麼會有這種人 整天叫人家持戒 然後自己 因為怎樣 達摩主持人家說 對啊 真正的佛就是這樣啊 沒有在持戒的啊 所以你修行為什麼要持戒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你修行你要成佛還是要持戒 持戒不會成佛喔 因為怎樣 因為你心還有毀範的話 你永遠不會成佛 什麼時候才會成佛 你當你怎樣 不用在持戒的時候 不再有犯的那個意的時候 是不是 身口意真正的清見 是你連持都不用 因為持是為了犯而言啊 如果連犯都不會再犯了 是不是 你看我們這個手 有空就會怎樣 是不是 有空就是 連顧個孫就是 阿嬤要打了喔 是不是 你會成佛我輸你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這個手 什麼時候變成都羅眠手 那個就是佛的手啊 是不是 什麼時候可以布施 什麼時候可以讓一切眾生 沒有什麼 驚慌恐怖 那個時候手就軟下去了 是不是 那個不用持啊 這些行為都不用去持什麼戒啊 而是什麼 你當你心跟佛如來一樣的時候 你就是如來 就是三十二項 就是八指中 所以佛陀沒有在叫你 其實佛陀沒有在叫你 持戒這種事情啊 是不是 所以什麼事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因為六根都不動了嘛 是不是 如何能無過世生於一夜 你六根都不動 六根清淨了 我們所有會犯戒因緣就是什麼 賊啊 六根為賊 是不是 他整天都在幹什麼 賊眼視眾生啊 菩薩是慈眼視眾生 我們是賊眼視眾生 這個美喔 這個醜喔 這個有錢喔 這個窮喔 是不是 你那個眼睛很厲害 賊眼 是不是 然後呢 耳朵啊 偷聽賊耳 賊鼻這樣子 喔 所以我們六根一直向外 去奔放 是不是 所以劇源內窑嘛 去外奔毅啊 紛擾老相 想像為真啊 最後怎樣 這世界就成了啊 只有怎樣 只有真正的收射回來的時候 真實的不動 是不是 所以什麼才是真者不動 守任言晚嘛 任言大定啊 心啊 不出不入 這樣子一個常住真心 你在這一個地方 你才能真實的什麼 真實的叫做 對 這是此界啊 所以關閉六根啊 惡無從入啊 叫做此界啊 修禪能忍難忍啊 一切融入皆能安忍 眾惡來家恐葬三昧 不生撐腦啊 叫做忍辱啊 所以 一切惡都現前的時候 還能安忍下來這件事情啊 但是我們人啊 是這樣子 我這個人就是這種性質 我這個正義感太強 既惡如愁 你一定不會成佛 是不是 你看佛陀他在八大仁傑經裡面講啊 壞人要不要討厭他 要不要恨他啊 是不是 你看我們這陣子 這個社會案件很多啊 是不是 這些人那麼壞 到底要不要討厭他啊 其實佛陀說 其實是不應該要討厭他們的 為什麼要討厭他們 其實環境啊 他說啊 五濟二世啊 我們眾生不是一開始就要學壞的 但是怎樣 因為五濟二世啊 所以讓眾生有學壞的因緣 所以佛陀他為什麼要推淨土法門 是不是 當一個地方沒有機會讓你學壞的時候 你一出生 蓮花脫生 你就在一個好的環境 你總會有學壞的機會 惡的種子從哪裡生出來 就不會有啊 那你當然就怎樣 心境就果土境啊 是這樣子啊 所以淨土思想是出自於這樣 所以佛陀他就很慈悲 他說壞人沒有關係啊 我就弄一個淨土 大家都來 壞人就變好人啊 是不是 這不是很好的嗎 所以你看佛陀他就有一個 一個就是成佛 成為法王 要不然就要怎樣 成為轉輪王 聖王 他可以怎樣 他都能帶給這個眾生 莫大的利益 莫大的幫助 所以轉輪王他就這樣子啊 這個國家會貧窮 國家的人民會犯罪 是什麼原因 是我們啊 沒有做好 沒有做好 我們要讓這個國家做好 怎樣讓國家做好 治國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針是什麼 叫做持五戒 所以你看 我們有時候明年要選舉了嘛 對不對 告訴你 有哪一個候選人會說 如果怎樣 我當選了 全國人民都要持五戒 那他會得到零票 因為他自己也不投他 開玩笑 我們的確是怎樣 你說真的喔 轉輪算王他的國家 他很自由 他只有一個規定 你要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 你就得持五戒 到這個人心為什麼能接受五戒 這件事情 因為人心是善 所以人心是善的時候 轉輪聖王生 這個時候怎樣 是一個佛教裡面最終極的一個 天下太平的一個思想 比如說以前說 夜不庇護 是不是 這樣子一個思想 真的是一個天下太平 比如說這個過去的唐朝 唐太宗大唐盛世 你要有這樣的朝代 其實是 人心 真的是要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善念 但是因為人都越來越不持五戒 人就越來越不守規矩 為了種種慾望 所以佛陀說 沒有辦法 五戒二世就是這樣子 截著 見著 眾生著 命著 煩惱著 所以才讓眾生學壞 眾生學壞的話 憐憫他都來不及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怎樣 去有一個好的環境去教育他們 所以憐憫他們來不及 所以我們要怎樣 要好好的去怎樣 改變自己 改變這個環境 慢慢去改變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要創立道場 創立種種的這些佛教 儀鬼 不是我們愛創立 而是怎樣 你至少想修善的人 會不會願意進來 是不是 想造惡業想去談論那些人 就出去談論了嘛 對不對 在公園啊對不對 下棋不下棋 跟人家拼政治 打架 頭破血流 那是他家的事情 但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就不談這些東西 是不是 因為怎樣 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是 其實不管你是 是什麼樣的心念 我們都是得用修善的心念去過生活 那你說我們不問世事 其實也是大概是這樣子 世間人五著二世 就是只想造惡業嘛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這樣子 你說是逃避也好 我們就是創造一個比較大的逃避空間 那你來到這個地方 能感到安心 感到寧靜這樣子 那有什麼辛苦的事情 可能就是師父幫你們扛下來啊 師父去面對去解決啊 我們如何讓這個地方 又在合法的範圍 又在大家可以怎樣 大家一起可以用功的範圍 去有一個這樣的環境 這是佛教的一個思想 那你說 這個跟世間的關係 的確有的時候就是很難去平衡嘛 一個是好像現實的生活 一個又好像是一個不現實的一個環境 那是你自己意念的問題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自己意念當中 自己就要去慢慢去做觀想呢 其實我們大部分眾生啊 就是怎樣 其實就是空空的來 最後也是空空的而去 能帶走什麼呢 所以這世間怎麼樣變化 都是怎樣 你都只能靜觀其變 但是我們呢 如果能在這樣子的 時代的洪流底下 每一個人還能堅持自己的心 那佛陀說 難道能一直堅持下去嗎 所以說也不會啊 佛教他還是 只要是有生就會有滅 所以佛教自己本身也要去面對 每一個宗教 每一個宗派也都要去面對什麼 自己的沒落啊 是不是 自己的沒落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自己沒落 當你的心再也不這麼樣的 去想去用功的時候 這個宗派就會沒落了嘛 所以我們只是一直不斷提倡說 我們自己要好好的 你該經守你的本分 要去持戒 要去用功的 我們去用功 我們也希望怎樣 希望有來勢的話 我們要去轉身到怎樣 比較殊勝的地方啊 但是我自己本身對大家的一個 一個勸勉就是 對啊 大家都要去好地方對不對 好 是不是 但是你記得嗎 我們自己每次在唱念的時候 都怎樣 都說花開見佛嘛 都到生極樂國嘛 對不對 但是唱到後來還要講什麼 要怎樣 環入縮佛啊 廣度有情嘛 對不對 那我就說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在這個五濁二世 到這個時候 我們還可以學到佛法 然後怎樣 你看你 你接觸到我們原道殘願的話 你會發現說我們都是一直想辦法去行菩薩道 不管你贊同或不贊同 或是你覺得他是有適當還是有不妥當 當然我們實際上是有真實的在做 做做你看有上課 有做布施 有做種種的一個功德 甚至也有教大家用功的法門 那你想想看 這一件行為 然後大家又可以來參與 光是這一個現象 在這個事件就已經叫做什麼 難見難知難聞了嘛 對不對 你根本就很難找到這樣子的一個適合的團體啊 對不對 團體我們台灣算很幸福 佛教團體很多 但是你如果在全世界比起來的話 我們台灣的團體真的是太少了 是不是 能度盡一切友情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殊勝的功德的 所以大家每個道場都很努力 但是真的太少了 世界人那麼多 我們的努力有限 但是我們卻還能 你看我們的足跡啊 因為讓殘願我們這個 這布施的足跡遍布五大洲啊 全世界 可能非洲還沒去啊 所以應該是四大洲啊 對不對 南極北極也還沒去啊 因為那裡沒有人要念經 北極熊不念經 但是呢 我們也盡量去弘揚 去弘揚 那既然這件事情 你回頭想的話 難道這個是我們受苦眾生來求解脫嗎 難道不是當初我們在過去的時候 有曾經唱過什麼 環祿說佛管渡友情 所以怎樣 就得再回來怎樣 做這件事情 要不然師父一個人也唱不完這一場戲啊 是不是 一個人也唱不成 每一個人難道不是你曾經發願嗎 你覺得你是被師父度嗎 我覺得不是耶 是不是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件事情其實我學很多 我學很多是怎樣 我學很多就是發現 其實要做功德很簡單就是怎樣 我沒有出半毛錢然後怎樣 叫大家都做功德就好了 這件事情就是這麼誠的 因為我們出家人沒有自己的嘛 這麼大的布施不是我布施啊 是每一個人布施啊 所以誰才是真正的菩薩 誰才是真正帶自己的菩薩的願力來的 不就是大家聚合來 你出你的本願 你做你的一個應該做的事 這不是我們自己發願來唱這一個會的嗎 對不對 這一個會是這麼沉的啊 要不然師父唱獨角戲的時候 我們以前都是這種想法 哎呀 要印金書 有多少人會來願意發新 然後印了這個又那麼大 怎樣 有多少人會拿回去讀 我們自己都害怕對不對 結果怎樣 當初我們在印這個金書的時候啊 兩個月的時候就募集了 兩千套的資金啊 我想說 喔 以前都在想說幾拍坦喔 錢不好賺 結果這樣 募兩個月就有了 但是如果我募了半年才二十萬 那我可能就會打消要硬的念頭了嘛 對不對 所以有的人募有 有的人募沒有 那我們這件事情卻怎樣 成就了 那代表怎樣 代表不是師父很厲害 而是什麼 而是佛陀太厲害 他能再怎麼 在這音樂能收集到那麼多有心的人來推廣 所以我們去反過頭來去觀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原來佛陀說啊 人為我會去做壞事 你沒有給他一個適合讓他學習的環境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成就了一個適合我們發心的 你看我們以前啊 沒有學佛之前 沒有來參與之前 每一個怎樣 在這世界都是大魔王耶 對不對 能力越多 是不是 智慧越高 或者是金錢越多 我們只是在怎樣 在讓更多眾生 是不是 一家子請出去的時候 一定就是什麼 大塊的肉啊 是不是 像我們這種 過去比較窮一點的話 我們還沒有吃過那個整條豬的 是不是 但是你看你如果一家子請出去 是不是一直在那裡轉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嗎 你懂意思嗎 有一點的都是大家都急著出去 去不是在做 但是如果現在我們 學到佛法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 我們把自己的能力怎樣 真正就用來怎樣 改變了 慢慢怎樣 每一個人是不是家裡 或多少都有點改變 就算他沒有學佛 也會因為怎樣 也會因為你念經 然後他墊墊不開電視 或是他就邊緣化自己 就找個地方去幹什麼 他不敢吵你 因為怎樣開玩笑 這大魔王中 你願意學習佛法的 是不是這樣子 以前大家都怕我們 現在學習大家也很怕我們 所以就怎樣 就放著好好讓我們學習佛法 所以我們過去 並沒有說太好啊 但是也因為學佛 所以佛法說佛法很厲害啊 你就是有這樣的環境 人最後就會怎樣 就會成就了耶 所以你怎麼會去 去徵恩惡仁呢 我們以前也是惡仁啊 惡仁也是能修成變成善仁啊 就是在於什麼 佛法說你要去讓五濁二世消失 那這個世界就是真正的清淨的國土啊 所以為什麼說五濁二世是先入 為什麼要環入說佛 為什麼所有的經典 所有佛法都說 人在說佛世界成佛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當前就是個五濁二世的狀態 所以在這邊修 你還能不退自己的菩提心 繼續堅持下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不像可能有的人就是天生福報大一點 就被哪尊佛接引去的 就在那個地方安分的學佛 練就了一身功夫 那個時候他要環入哪個索佛世界 哪個染污國土他都很輕鬆啊 但是能在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一開始沒有學佛的時候 也是造惡 我們也還到現在還很知道怎麼去造惡 但是怎樣 卻還能真實的改變 這個不是最佛頭說最難得的這件事情啊 讓子回頭經不患啊 是不是 有造過惡 你才更能知道修善的珍貴啊 對不對 有一點虧欠之心 才知道你要如何去更奉獻給所有 回饋給一切眾生 所以你看佛陀的觀行的觀念 是非常的殊勝的 所以才叫做真正菩薩的一個覺悟 真正菩薩的行 那叫忍辱 那菩薩為修禪故 一心磚精進 射身皮骨中不退洗 如磚火之欲 常作不悟 射諸亂意未常放逸 射父今年無正 亦不退沒 是為難行之事 即是大精進也 你知道嗎 精進本身不難 精進本身不難 難的是什麼 一直精進卻沒有成果 然後還繼續要精進下去 這件事情很難耶 是不是 所以大家剛開始學佛的時候 哎呀這個課也來聽啊 那個精也來去念啊 是不是 法會美會必到對不對 一次 兩次三次 哎呦師父每年都拜 每年都說消業障 我業障有那麼多嗎 怎麼都還消不完 哎呦每次要去 是不是 你們那個地方那麼遠 怎麼樣的 有的沒有的 是不是 哎呀再遠離台北 再來高雄 也才一個半小時 你知道我在上海上個課 我應該每天要去上課 就要一個小時 被人家載過去上課的地方 半個小時被人家去吃飯的地方 是不是 更不用講這種飛機 我那麼遠我都好像 然後怎樣 有時候想一想 我去那邊上課的學生 那還比你們這邊兩倍還多 是不是 在精 我都怎樣 精叫做 我們台語叫做 金氏起精 這個 金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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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真的是這樣子啊 在台灣啊 不珍惜 然後到那個地方 哎呀人就來了這樣子 但是 但是 的確是這樣子啊 我們啊 要能一直 長年累月的精進不退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啊 好 那更何況說 我們 我們要能 能一直 還再繼續精進下去 因為你要先 第一個 當然不是說什麼法門 你就隨便拿來 就開始精進了 然後你要先了解道理嘛 但是 了解道理 尤其是禪中這件事情 禪修這件事情啊 他不是一天 一天兩天精進就有效果了 而是 而是他要不斷的努力 而且他的努力不是只是 一支箱一支箱一支箱這樣努力 他是需要 今年累月 比如說像我們 下個月要舉辦長期啊 對不對 那不是一年就來參加一次 就能有效了 而是每一天 每一時 每一刻 身心的一直不斷的去調整 一直不斷的去收射的 這樣子的用功 好 那這一條路就要很長了 這條路是真的很長啊 乃至於到後來你要專修 我們在講二屬方便的時候 就會提到這些議題啊 怎樣能放下一切萬元 我們連萬元都放不下 你怎麼樣去可以說 我要在禪定當中契入 他就有很多很多議題啊 好 那但是當你萬元具足了 你要真正要用功的話 又怎樣又還不一定啊 因為有心 心理心念的問題 你還要去解決啊 那有那麼多問題解決完之後 那還要再更進一步用功 有的時候 又不是我們能解決的 有的時候是什麼 是 過去世 或是無始節來的一個業障千禪啊 他又不是那麼簡單 就可以完成 甚至你要怎樣 你要靠拜燦的功夫啊 那你看我們大家都拜過燦嘛 對不對 我們通常都說 師父我怎麼會這樣子 那我就說 你業障啊 你要去拜燦啊 然後怎樣 拜完一步 什麼燦灰啊 師父沒笑啊 業障還是那麼重啊 為什麼 你只有一步而已嘛 每一個功要拜到什麼時候 師父我都沒有 一輩子沒有這樣子拜 我每次拜都頭暈了耶 是不是 我還要拜幾步 是不是 你不要問我還要拜幾步 我們七楚的起跳的基數 都是幾十步還差不多 對不對 蛤 要拜幾十步 那不是要一年 不是要兩年 要不然你希望 今天拜明天就好 嘿呀 當然是這樣子啊 我也希望現在就是佛啊 對不對 那每一個人都怎樣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自己很精進其實啊 真的都是還差很遠啊 所以要在今年累月的一直不斷用功精進而不退 甚至有的時候是會卡到一個瓶頸 我是講跟大家講過一定會有瓶頸 因為前四個啊 我們現在所用功的大部分都是在這四個瓶頸 不斷持戒忍辱精進嘛 是不是 因為這個就是最 我們現在最表面我們會接觸到的東西 你在這個地方通常都會只是在什麼地方 在身體 我們只是在磨練這個身體 我們現在用的功還是在磨練這個身體 然後好我想要進一步去用功到我的心念的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障礙是誰給你的 身體給你的 你就脫不了身體給你的關啊 所以為什麼說在講禪定當中講五十陰謀境界 第一個關是怎樣 你要如何能突破色陰的界線 色陰的界線突破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人說他能穿牆看到外物啊 因為你的色已經被 你的這個色法的境界已經超越了 所以獲得什麼 最基礎的神通力六神通嘛 這就是你已經突破色陰的一個界線了 這個時候才有辦法進到怎樣 新的境界受想形式 這個時候的用功才能進到新的境界 那問題是色陰的境界它就是第一個牆嘛 叫做色陰區域啊 它就是一個牆啊 它就是一個界線啊 大部分的人用功的界線就在這個色身當中啊 是不是 這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啊 所以身體讓我們用功 但是怎樣 身體阻止我們用功 所以這前面四個第一個會碰到的是在這一個地方 色身給予自己的障礙 那你還要能堅持到色身不給予自己障礙 是不是 你要怎麼樣去對它呢 就是把身體不當自己的身體在修 是不是 身體當自己的身體在修的時候都很疼它 身體當中別人的東西在用的時候都怎樣 都隨便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講 車子絕對不能借人開 是不是 最傻的就是借人開車 為什麼 自己開車喔 瘦瘦瘦瘦 這樣 人家給你這樣橫衝直撞喔 光是永遠給你踩下去怎樣 我想碰一下 你痛都 你還要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沒注意 你還要說沒關係 這個小東西小問題 痛得要死 其實是這樣子啊 我們身體啊 不要打它當自己人 但是呢 這一個觀就真的是啊 那不打它當自己的身體 那要糟蹋他的修嗎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錯誤啊 以為這不當自己的身體就糟蹋他 是不是 你看這個時代人為什麼會產生問題 你都在糟蹋人家 對不對 老婆娶回來就糟蹋 你當然人家就不快樂啊 一樣啊 你今天如果要修行 你糟蹋自己的身體修 他會快樂給你看 所以修行不是 你不要太過愛他 因為愛他就會怎樣 起煩惱嘛 你就會怎樣 會不想要修行啊 所以不能太愛他 但是不愛他是 不等於你要糟蹋他 你要去弄壞他 那更不能啊 因為我們就是這一個 但是怎樣 你要用方法去看淡 對他的一個執著 所以他是要修觀行的 修觀行的 修觀行的 那在佛法當中說 這個蜀席跟 蜀席跟這個不禁觀 是二大甘露法門啊 就是為什麼 因為不禁觀就是讓我們突破 射身障礙的一個最好的一個觀行之一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 來學習這個 他就說 這個四個啊 菠蘿蜜 他會產生的問題 就是沒有透過禪定的話 當然就是很難成 但是如果透過禪定的話 這四個都不用怎樣 不用特別用功了 只要修禪 他怎樣 這個是第八頁最後一行 修禪因為雖不作義 別行四度 四度自成 只要修行之後呢 四度就前面四個自然成就 都不用去修他的 都不用去修他 我剛剛講嘛 跟你講布施 你心裡面有一點遲疑 就不叫布施的啊 是不是就不叫布施的啊 這就是真正要到波羅蜜的境界的時候 心是沒有一點另習之心的 所以你要去修這個東西 一定會產生 射身上面的一個最大的阻礙嘛 生理物理上面的限制啊 我錢就那麼多 我財產就那麼多 我的家就那麼大 我的身體就這麼一個 他設法當中給自己的限制一定很多 所以你一定會有所遲疑 但是當你入到禪定的時候呢 禪定的功夫當中 他你看在二十五方面裡面 他就有一個告訴你怎樣 世間一切都不可愛 出世間才是最尊最貴 這個時候怎樣 那些不可愛的東西當然馬上怎樣 說捨就能捨嘛 因為你有好的禪定 當你當你當著在禪定的快樂的時候 這些世間的東西沒有一個 因為世間東西不外乎就是欲 五欲嘛 那這些你就會覺得怎樣 他實之無味 根本就沒有任何滋味可言 你就會怎樣 人家要全部 我還在煩惱怎麼丟不掉 所以當你入到禪定樂 禪月為時發起充滿的時候 這些都不顧了 根本就是不會再有絲毫的 對他起心動念 但是 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要怎樣 你要經典細算 我先怎樣 先花光的 先享用過的 我就來禪定 他差不多 沒有福報 我看你怎麼修出禪定 是不是 你花完了 就是代表福用盡了 這個時候 你不可能出發禪定 你會修得很苦 所以 所以 所以人 就是眾生 就是那種心念 真的 走極端 真的很傻瓜 就是 傻到那麼可愛的 那種不是修行人的心 就是 什麼都千貪不捨 其實 就是 不是這樣子 讓你去享用世界 要趕快急的 要怎樣 你要真的要追尋真實的禪定樂 所以 在這個四度 你不用特別去做 你只要修禪定之後 這四個四度 他會自然成就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修 所以叫做前四毅烈 因為他不會圓滿 你要到禪定之後 才會圓滿 前面四度 然後 然後呢 菩薩因修禪定 俱足 波德波羅蜜 菩薩修禪 一心正住 心在定固 能知 世間生滅法 向智慧 會永發如時鐘拳 所以 只有真的 你看大善寫修禪 他就很強調什麼 強調所有的決心 只在心念的生柱易滅當中 才能觀察得到 所謂的決心跟不覺 那我們的用功都是心滅掉了 才在用功 所以就不叫做用功 所以叫做輪迴 因為一個念頭 叫做一個生死 你在生死當中用功 畢竟你還是生死中人 你只有脫離了生死的用功 才有辦法處理生死 了脫生死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 生死的關鍵點在什麼地方的話 我們窮盡一生怎樣 就是這樣空空而來空空而去 白用功白費心機 所以真正的用功就是 每一個生死在於 每一個念頭的生滅 所以如果能覺醒到 每一個念頭的生滅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能叫做真用功 這個時候獲得的決心 就是真正的決心 真正的智慧 所以般若之性就是 當你在禪定 才有辦法看到 每一個念頭的生住易滅 能知世間生滅法相 這個時候 你能觀察到 自己的心念的生住易滅 就能觀察到 這個世界的成住壞空 這個時候 就能透露到真實的實相 什麼才是真實的實相呢 叫做什麼 空性 所以在這時候 你能真正觀到空性的時候 波的心就生了 所以叫做如實中全 智慧永發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子在禪定的話 請問怎麼去觀世間生滅之相 那不可能的啦 是不是 我們在修不禁觀當中 有教大家修白骨觀 請問不在禪定當中 怎麼修成白骨觀 還是說 你就是怎樣 這個家裡面 像中藥行這樣子 弄了一具骷髏在那邊 然後呢 每天就盯著他在那邊打坐 說 那你在修什麼 我在修白骨觀 因為白骨在前面 我關著他 然後在修行 這樣叫白骨觀喔 也差不多一點 好 所以禪所有的用功呢 一定都是在禪定當中去用功的 你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大家要知道 般若波羅蜜啊 使法不顛倒啊 念想觀已除啊 言語法皆滅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無言無說的啊 好 我們解釋再多啊 大家都不可能了解到般若的真意 所以波羅是不可談啊 波羅是不可說啊 所以是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所有真實的佛法 在無言無說當中 你只有怎樣 自悟自得啊 你自己沒有好好 在這個當中去參悟參就的話 這個多說啊 都不是真實的波羅之志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一些妄想念頭啊 妄想執著之念 都消除的時候呢 叫做無我無忍無忠忠無受者 這個時候才能真正成就 波羅之慧 無量眾罪除啊 清淨心 場意如是尊妙 則能見波羅 所以在這個禪定巨主當中 才能成就這樣的功德 一切 因為巨主 方便波羅蜜齁 因禪巨主 方便波羅蜜 一切的方便善巧 要須見機啊 所以為什麼說 需要六神通 需要禪定 齁 你對人 什麼時候 要跟他講說 欸你善來 有時候要跟他講說什麼 你要安住 有時候要跟他講什麼 你要去 你要怎麼用功 你要修什麼行 你過去的緣是怎樣 你要先懺悔你的業障 這都是需要怎樣 方便善巧的 每一個人啊 諸有志者要以方便而得開悟 要以批喻而得開悟啊 如果我們沒有怎樣 沒有從這些方便善巧 這些智慧批喻的話 我們都沒有辦法 直接清正佛性 如來都是這樣子的 更何況我們這些凡夫 所以今天 所有一切 我們今天學習 今天說修禪定 好了對不對 沒這一本書我們怎麼修啊 是不是 也可以啊 沒這本書也能修啊 大家打坐啊 怎樣子 呼吸鼠息 請問這些法門怎麼來的 這些法門來的 你還是得透過學習嘛 有人教嘛 那為什麼要這樣 禪宗他不教你這些東西 你要去修鼠息 光禪宗裡面就跟人家說怎麼習 是不是 如果真的 你打我祖師來的話 他就不跟你囉嗦這些東西啊 是不是 他也不想教你啊 對不對 因為怎樣 因為 法是自己求的啊 沒有 沒有所謂的師父教你法門啊 師父教你法門 都不是這 都 你絕對學不會啊 你如果沒有自己求的話 幾百個師父來學 來教你也學不會啊 你如果自己有要求的話 你求我幹什麼 達摩祖師要問啊 你求我幹什麼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啊 你如果真的有求啊 所以你看達摩祖師怎麼去 對他的那個什麼 對對對波爾多羅尊者 他不是去找 他不是去拜波爾多羅位 對不對 他是要來這一條路上 他是怎樣 他是要求佛 所以他說任何人都不能說明他求佛的心啊 是不是 所以 但是冥冥之中 他就知道說要往波爾多羅這邊走啊 當然 波爾多羅能教他東西嗎 他不一定這麼認為 因為他只是想要清楚 他的求佛之心是什麼 所以 你看 他不是問一個嗎 說誰叫你來出家的 是那個 迦難大師叫他來出家的 就被打一下了 是不是 人盈盈盈嘛 對不對 然後說 是我自己要來出家的 是不是 製作主張不尊師中道 你比師父大的 你要來出家 師父就要給你剃度出家 是你是師父還是我是師父 是不是 你要來出家 因為太離譜 對不對 然後說師父要你來出家 師父叫你出家就出家 師父叫你吃屎就吃屎 叫你去跳樓就去跳樓 對不對 你有沒有一點智慧啊 叫你來出家就出家 所以 如果你不知道你 你學習求佛之心是什麼的話 我們不就都落在這樣子嗎 對不對 但是 好如果是這樣的話 難道你是要求誰來收你 誰來告訴你嗎 所以 我們一直講說 問佛無非心 非心不問佛 六卒大師也是這樣子啊 他跑去找無主 無主就問說 你來幹什麼 你要求什麼 因為來找師父 一定要有所求啊 師父求求 你幫我求菩薩 能保佑我怎樣啊 師父怎樣我心不問什麼的 都要求嘛 對不對 那六卒大師就說 我沒有要求東西啊 我雖然身無分文 但是我沒有需要求什麼東西啊 因為他真的需要的時候 他就上山砍柴回來 他就有飯吃啊 是不是 所以靠山吃山 他沒有要求什麼東西啊 但是怎樣 他為什麼來 因為怎樣 我要求做佛 但沒有人能教我做佛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求有人能告訴我 什麼是佛 我要怎麼可以做佛這件事情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如果 師父沒有義務要教什麼東西 因為你如果沒有要求沒有要學的話 但是通常好像不是這樣子 都要求要學 所以要去講說 這個法門很殊勝啊 這法門很厲害 其實我們只是怎樣 我常講說我們不過就是賣藥的而已 是不是 就跟那個電台跟你講說 這一個什麼青春大環丹啊 什麼什麼有都沒有 其實我們在推廣法門也是這樣 這個很殊勝這個很厲害啊 是不是 哪一個師父不說自己的法門很厲害 他哪會說 我這個沒什麼 你去跟那個大師學 那他的才厲害啊 你根本沒有 你不用布施我那邊啊 去那間道場他們才需要錢啊 不是啊 一定都會說怎樣 我們這個無上大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你來帶我的就對了 一定會消除業障 你應該是怎樣 是不是 你如果不這樣的話 自己不是要餓死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如果在推廣法門變成是 其實要用方便才能怎樣 才能接引人進來 但是如果是用這樣的方便的話 久了就怎樣 你就這就沒有實際嘛 對不對 這個法就沒有真正對呀 所以在這個方便當中是要用什麼 耶 佛陀為什麼有的人會教他這一個經 有時候會教在這一個經 有的人會教大聖法 有的人會教小聖法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佛陀他講 講涅槃經啊 追說是教追明是教 他講花言經 講這方等經 大聖經典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你看佛陀第一個度的 喬成如 他是阿羅漢 最後一個度的 虛巴陀羅也是阿羅漢啊 是不是 所以不是說 噢 佛陀整天都在講大聖 就好像從此之後 你不學大聖法 你就 好 你就好 你不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 而是怎樣 而是 你該適合學什麼法 他還是會怎樣 還是 還是會 應該要學什麼法 是不是 那最後一個虛巴陀羅來了 你 你叫他一百二十歲 要學什麼大聖法 他就是 你看他 他正道之後 馬上就圓極了 是不是 馬上就在佛陀前一刻 就怎樣 就圓極入道 你還是得去應對每一個 怎樣 不同的對象 而去怎樣 而去 而去給他們 給他們適合他們的佛法 所以佛陀他會示現說 第一個來的也是小聖法 最後一個也是小聖法 是從始至終 小聖法界也不會放棄過啊 是不是 也沒有放棄過 所以從頭到尾 他還是一貫作風 用八正道跟人家開示 這是絕對不會錯的 真替就是真替啊 是不是 三十七道品就是真正的道啊 他不會因為你講多少的大聖佛法 三十七道品突然就變得不是佛法 所以有的時候大聖小聖的爭論啊 或者是各個中派的爭論 這都是怎樣 最好笑的事情 你是佛弟子還不是佛弟子 我們不是都是佛弟子嗎 對不對 我們不是都是他弘揚佛法嗎 所以在我的課程當中 我都會想辦法怎樣 其實我會用很多不同的一個觀型 有的觀型是小聖的觀型啊 有的這樣 但是其實最後最重要 佛陀最重點的目標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要發菩提心啊 每一個人都要發菩提心 所以每一個課程當中 最圍繞的是希望說 每一個人對真正的這個發菩提心 上紅下化這樣子的信念 要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體悟啊 所以用什麼法門都並不是太什麼 都不是錯啊 因為都是佛法 佛陀的法門都可以拿來用 所以這就是方便 我們自己要去學習方便 要去看每一個音源 然後去講適合的一個話語 這樣子去接引 但是呢真正能接引 為什麼 你要能明見根性 起初方便 引接眾生 因為呢 有的人他需要修這個型 有的人需要修那個型 有的人聽了 你看大家 大家會來聽這一堂課 但是 絕對不是因為傳承法 這很會教淨土法門來學嘛 對不對 一定是看著 喔 四成菠蘿蜜 對不對 這教禪修的 是不是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大家想 哎呀 這禪修 其實怎樣 還不如就是來 我們來念佛 然後一堂課就帶著大家 這樣說 你下堂課一定不來嘛 對不對 掛羊頭賣狗肉 我明明是要禪修什麼 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要學一個 我 我 我可能沒有聽過的法門 所以這個地方也會教你 念佛法門 但是它是禪修的一種 那我還會教不禁觀法門啊 還會教什麼 慈悲觀法門啊 還會教什麼 蜀習觀法門 就是它不會只有限制一種 修的方法 但是哪一種方法 我覺得我蠻相應的 是我們自己的一個用功啊 是我們自己的用功 但是不會說這裡規定說 強迫大家說 你只准給我用這個法門 就不對 四成菠蘿蜜就是把每一個 我們可能有機會用到功的 禪修法門都學習起來啊 所以它就是一個百科全書 禪修的百科書 而且如何成就這樣子的一個基礎理論 大家很清楚 你才能有任何的因緣 才能觸發三昧的機緣啊 是不是 你懂得這個來龍去嗎 才有比較好的一個用功的一個因緣 是在講這個道理 然後因緣聚足利波羅蜜啊 能一切自在變現諸神通力 都從禪定發 你要產生功效 產生力量 產生怎樣 能破除一切業障去 能什麼 能業力啊 能藏高山能升聚海啊 我們啊 能業力就能藏高山能升聚海 你今天如果沒有禪定力的話 怎麼能破這一種 藏高山升聚海的這種 難知難解的力量 是不是 都還是得靠禪定力去成就 那因禪聚足怨波羅蜜啊 菩薩禪定如阿修羅勤啊 當之大怨成就 那阿修羅勤為什麼 阿修羅勤就是 他能滿一切眾生怨啊 應該是這樣子 沒有特別去學 我們自己 琴琴書畫樣樣不通 就跑去出家了 所以可能就對這個地方 沒有特別的學習到 阿修羅勤是什麼 我們下次查一下給大家 但是他應該沒錯的話 就是他的滿願 佛陀他常講說有一些 每一道眾生都有他很特別的東西 像這個第四天啊 他的寶珠啊 他有什麼寶這樣子 都是能滿眾生怨的 好 那這個地方 下次我跟大家講 他能成就大怨 那 禪聚足至波羅蜜者 若一切至道總之一切總之 非定不發其易可見 就是好 所謂的智跟波羅 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這個 這個智啊 普遍指的是我們 我們講的這個 一切智到總之一切總之 一切智呢 就是你氣入空性之後 而成就的智慧 什麼叫一切智呢 你對每一個世間所有的法 都能產生智慧 都能產生智慧的這種智 叫做一切智 那都能產生什麼智慧呢 都能產生波羅的 是什麼東西呢 這世間啊 你看它是什麼東西 這是麥克風嗎 不是 這個是空啊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四大甲合而成的 你能看穿一切事物產生的波羅 的這一種智 叫做一切智 就是一切皆空 那道總之是什麼 雖然一切皆空 但是它可以用來幹什麼 師父講的聲音再大聲 可能教室很遠都會聽得不清楚 對不對 但是透過這個方便法門 麥克風 全部的人都能聽得到 甚至還可以錄到電影 錄影帶當中 是不是 就是到的 雖然一切皆空 但是假戒認 每一個因緣可以怎樣 可以成就利益眾生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 歌手就拿去幹什麼 我愛你啊 你愛我啊 然後就怎樣 就變成情歌了 是不是 就變成甚至 可能有什麼訴求 這樣子 我們一定要怎樣 什麼 一定要 什麼自由民族 就這樣子 那就變成一個 它的一個工具 變成它的一個工具 但是呢 它能成就惡法 也能成就善法 那菩薩呢知道雖然它是空 雖然它能成就惡法 能成就善法 但也不妨礙它拿來做什麼 能做廣多利益的事情 所以你能運用每一個東西 這個佛像 你可以擺在餐廳裡面怎樣 做裝飾品啊 有很多餐廳 比如說像我們常講 泰國餐廳啊 它最喜歡給人家擺佛像 但是怎樣 每一樣都是昏的 你就算擺佛像進去 要點一樣素食 還沒得點耶 你如果說還有點一個素食 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這個是 還可以來吃一點素 還沒有 好 就算是素食 泰國菜又酸又辣的 是不是 吃素還吃得很怎樣 我覺得很辛苦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方便給他們用去了對不對 他有行善事嗎 佛像是善啊 但是他進去那個地方 有人會因為這樣子 而生起善說 今天看到佛像 算了 我怎樣 我還是不要吃的 我去找素食餐好了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這佛像 有變成他的功用嗎 沒用去的對不對 但是佛像 擺在這個地方 他能善用 能講經說法 是不是 你今天聽我講課 不是我在講課 我們是 代替佛陀說法 所以你今天禮禁 是禮禁三寶 禮禮佛陀 而不是 不是拜我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只是 代替佛陀 來講這個經典裡面 該給大家知道的道理而已 所以一切是道總治 假借各種因緣 各種方便 可以怎樣 可以行度化一切眾生 應激說法的一個這樣的智慧 雖然如幻 雖然他是空 但是怎樣 他還是能成就眾生的一個因緣 那再來叫做什麼 再來叫做一切總治 佛陀自立立他需 西圓滿 有一切治也有道總治 也能怎樣 真正成就 殊勝佛道的這種智慧 成就所謂的實力 事無所謂 十八不共佛法的 真實的智慧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做一切總治 叫做治波羅蜜 這些都是要有聖身禪令 才有辦法成就的一個功德 所以呢 他會跟波羅蜜 有比較怎樣 波羅蜜 你看他說人之世間的真實的生滅之象 從這個基礎 這樣誤到波羅 所以通常我們才會講說 波羅是空性的意思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能知道一切最後 終歸就是生滅法 那能透支生滅法 就知道世大他是怎樣 他是虛妄假和的 那當然這個波羅 他有很多的一個什麼 一個解釋 有什麼十八空 有什麼空 就種種的空 他就不同層次的一個說明 那所以每一個學問都是非常深入的 但是這些後面五個波羅蜜 如果在禪定裡沒有任何深刻的體悟的話 沒有深刻的用功的話 這些都不可能真正的觸發 不可能真正觸發 所以要真正成就菩薩道 為什麼叫做非禪不治非之不禪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有一切功德的顯發 都是得靠禪定這一個地方 但是禪定他還是有分啊 他有世間禪 有初世間禪 還有初世間上上禪 這都有他的一個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一個地方是 波羅蜜 這個什麼 世禪波羅蜜大義 我們這一堂課 剩下一點點 我們下次戴完之後 我們會跳 因為如果要再跟大家解釋的話 其實我們這一堂課已經花很多時間去解釋整個大概了 解釋說我們要發信 要發普利心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直接跳到實際的 實際的去處理說 如何讓我可以有一個可以得到禪定的一個用功 叫做前方便 那這些方便用完之後 我們再回頭來看這一套理論 才有分 因為這些 我們就一個一個解釋 我們又修不到 你要解釋這些東西 是不是 就等於是花 可能花半年的時間 你都在聽理論 到底這一堂課都只有理論嗎 所以我們就是會把它跳到什麼 跳到實踐這個地方 讓大家就從自己眼前的什麼 眼前自己當前現實的每一個生活當中 開始去為自己的禪定做做調整了 調整的過程當中 跟自己吃的東西 食物有關 跟自己穿的也有關 跟自己的什麼 持戒有關 跟自己每天的一個精進用功有關 如何去調整 讓自己可以真正在禪定當中用得上功 這就是比較實際的一個地方 這就是這一個地方 那有的人過去有聽過 但是我們這次再來聽 你會有不同的感受 然後再跳來跳去 因為我們這個課本就是比較沒有拘束 沒有人規定說一定要這樣子 你如果覺得說我也要看看 其實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第二個章節就是在解釋這個名字 解釋名字 所以自己都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解釋名字就很多名詞 很多名詞你就得查字典 查字典就要一個一個講 要查出來就要講 那可能這就是變成都是一直在堆疊這些名詞而已 我們是希望說等到真的實際操作了 然後我們再來交關型 然後再來交這些名詞說 你還可以再延伸到怎麼去用功這樣子 這是這一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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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課程 是貼程